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九千九百八十九 可我心疼 脑子好不容易穿越过来 看去就让我做一万个服务称 累死你爹了 主臣 觉醒仪式已经开始了 马上轮到我们了 快点走啊 等等 我团着你个服务称 赶紧走 觉醒仪式可是我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不能耽误 你还有心思做服务称 我拿个衣服 到现在为止 好像还没有人觉醒超强的战斗职业 法师龙骑士这些超强职业 哪是那么容易觉醒的 不过狂战士刺客这种稀有职业 已经有人觉醒了 好紧张啊 只要不是生活职业 就算补助我也认了 我是来看慕容世界的 听说慕容留恋也会来 慕容世界可是我们第二等武科学院 走出的绝世天才啊 如果能要个签名就好了 还好 不是太晚 马上就轮到我们了 我叫苏晨 在七天前地兴的一次大地震中 莫名其妙就穿到了这个全民觉醒的世界 在这里 所有人在十八岁的时候 都会参加觉醒仪式 觉醒一等职业 职业有成天上万种 大体可以分为战斗职业 补助职业 生活类职业 赵露 觉醒职业法师 天哪 是法爷 今天有人觉醒了法爷 是三年二半的赵露 赵露平常看着很一般 但一转眼就成女神了 苏晨 如果我没记错 这赵露是你刚追到的女朋友吧 应该 是吧 记忆中 原神追求了赵露有一两年的时间 直到最近开启超能力 给赵露买了一套护甲 赵露才口头答应 成为了女朋友 赵露女神 让我真真欧气 赵露 晚上有空吃饭吗 我在太阳楼订了觉醒清空宴 赵露女神 加个联系方式吧 以后一起组队 我 赵露 从今日起 凤无九天 赵露 恭喜你 赵露 你来得正好 我们分手吧 我叫苏晨 苏晨是吧 你等我看小名单 一样的 一样的 你也分 我也分 你这马来字财员呢 财员还能拿到补偿 但像你这样的舔狗 舔到最后 只能是一无所有 露露 我刚才测试 直醒的快枪手 虽然比不上你的战斗职业法师 但也是强战斗职业之一 晚上一起庆祝一下吧 啊 林霄哥 我喜欢九福盛名的海鲜盛宴 好说 今日你就是要天上的星星 我也摘给你 小子 我缺个端茶倒水跑腿的 你要不要来伺候我们 你们别太过分 祖臣还没参加测试 你们这么侮辱他 会后悔的 别做梦了 整个第二中等武科学院 觉醒的战斗职业都没有两成 觉醒的还大多都是像我李灵霄这种 一出生就进行各种灵捕的贵族子弟 你们平民 除了赵璐这样的绝世添交 觉醒的不都是垃圾职业吗 下一个 祖臣 终于轮到火了 李灵霄是吧 等会儿让你跪下叫爸爸 你 不知所谓的东西 我堂堂穿越车 觉得会觉醒至高之夜 打脸所有人 叮 检测开始 爸 我已经做好接受万众瞩目的准备了 苏臣 觉醒之夜 这是什么情况 笑死我了 不会这么垃圾吧 连职业都觉醒不了 觉醒职业舞 这种事情发生过吗 还没有听说过谁觉醒不了职业 再差也能觉醒一个垃圾职业啊 这家伙难道全球第一费 不会吧 好得给个战斗职业 尊重一下穿越者啊 小子 赶紧滚下来吧 别在上面丢人牵眼了 怎么了 天空中怎么突然乌鱼密着 倒是觉醒职业带来的印象 我就知道不会这么结束的 如此一向 也不会决心无比抢大的职业 一个剑面 能觉醒出产生异小的超强职业 刚开除 难道又要反拼回来 李灵霄 你可以提前叫爹了 这事 救命啊 是魔物 这是魔物的信息 这根本不是觉醒印象 而是魔物入侵啊 一体假定 魔龙入侵 全社所有之声 救激逃避 一体以上强者 能够出来啊 这会是这些人的灰色 是吗 这魔龙至少达到了第一级 根本不是自己强者能对付的 慕如师姐的 可怎么还没来 现在只有慕如师姐 可以牵挤住这头魔龙 苏晨 快跑啊 俏梁小丑 死了活该 苏晨 快跑啊 好 你们跑得了吗 你先等等 等等 等等 没办法了 现在我们完成系统任务 才有一线生计 快看 苏晨在干嘛 都什么时候了 他还做佛撑 他会不会是在给魔龙表演节目 这小子就是被吓傻了 9999 1万 叮咚 恭喜宿主达成成就 1万个佛撑 恭喜宿主获得体质加1 恭喜宿主获得 蓄力一拳 蓄力一拳 厉害吗 蓄力一拳的威力 取决于宿主蓄力时间的长短 以及宿主怒气质的大小 为了直观体现蓄力一拳的威力 宿主可以免费添一次 蓄力十年的威力 不好 通手 原我停下 行了 蓄力一拳 停 蓄力一拳 通手 原我停下 是吗 蓄力一拳 停 魔龙死了 快看 是慕容留恋 不愧是慕容师姐 既然只是一击 就把魔龙干碎了 女神 女神 刚才那一击有问题 太强了 这蓄力一拳超强啊 西红 我爱你 尽情发布任务 鞭策我吧 不愧是我们第二中等 武科学院的传奇毕业生 慕容留恋 一击斩杀 B级妖兽 恐怖如四 不 赵路 规划中的未来 会超越慕容留恋 我那一剑 应该不足以斩杀 B级魔龙 难道是他 慕容小姐 我是新任校长 安怀志 我仅代表第二中等 武科学院 感谢你这次出手 帮助学院度过危机 大家对慕容小姐的到来 无比期盼 好不容易回母校一次 请慕容小姐 给大家讲几句吧 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赶紧下去呀 等等 西红发布任务 请达成成就 对慕容留恋 大声喊出一百次 我爱你 西红 你是真的吗 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爱你 你在说什么胡话 同学 我是想问 刚才魔龙最后一击 你是否出手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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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 疯了 我爱你 我爱你 跟我拉走 我爱你 走走走 我爱你 走走走 我爱你 快点 我爱你 我爱你 苏晨身为癞蛤蟆而不自知 还想吃天鹅肉 可笑至极 李灵霄 我现在缺少法师修炼所需要的技能书 你能给我几本 呃 洛洛 这么直接吗 我们好像还没确定关系 你直接说几本 我李家应该珍藏了五本 不过要给你 还需要经过我父亲同意 从现在开始 你是我男朋友了 这是你的上岗症 呃 好 好的 苏晨 你也不照照镜子 一个连职业都觉醒不了的超级废惨 也配表白慕容师姐 走了 别理这家伙 估计学醒试炼 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一百次我爱你这个成就 你做佛冲还简单 动动嘴皮子的事情 必须要打成 大叔 有事啊 老子才十八岁 你他妈管谁叫大叔呢 李雷大哥 他就是故意 今天拿不出一千块钱保护费 占废纸小子 我记起了 这个看上去四十岁的少年里 在学院里也算是一号恶报 经常找原主收保护费 说起来原主身世也是可怜 从小失去父母 跟着叔叔婶婶生活 家里除了叔叔瞒着婶婶 偷偷关心他一下 就没什么人重视他了 在学校里被欺负 也只是忍其吞声 拿钱 不然老子今天把你脑袋 塞进屁股里 现在我既然身为伟大的穿越者 怎么可能被别人欺负 原主受的气 希望你能够回来 我去 虚拟前是虚拟时间太短了吗 威力这么小 真是让我吃惊 你这个弱鸡竟然敢还手了 这傻小子不知道 李哥觉醒了坦克战士 这一拳对李哥来说 可挠痒痒差不多 弱鸡什么职业都没觉醒 李哥站着让他打 也打不出任何伤害 一万块 打不出 我垂死你 给我点时间 我去筹钱 给你半天 晚饭之前去宿舍找你 半天时间应该足够了 抓紧时间去完成任务 慕容留恋 可不会在学院停留太长时间 慕容小姐 自从你考入下国最好的高等学府 天府学院就是我们第二中等学院永远的传奇和荣光 我爱你 我爱你 这小子怎么又来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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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你没完了是吧 我爱你 慕容小姐 你别在意 我爱你 我心这次没能觉醒进哪个职业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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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醒任何职业 我爱你 难道击败魔龙那一招和他无关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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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腿给我疯了 我爱你 我爱你 你干什么 飞得越来越高了 不会是要把苏晨扔下来吧 我们似乎忘了一件事 慕容留恋以前的天府学院 是令无数天父弟子恐惧的存在 没有一个人敢惹他 甚至被称为大魔王 苏晨完了 太高了 你想干嘛 你不是爱我吗 你能在落地之前 说出五十句我爱你 我就相信你 这玩笑开大了 咱们还是下去吧 没和你开玩笑 说不出五十句 你不有落体 孔军人 你就是个疯子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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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了 太狠了 赶 赶紧救人呐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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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救我 算你 明大 我相信你了 你是魔鬼吗 确实不少人这么称呼我 安相长 就此别过 此次必及魔龙入侵 非同小可 我要回去报告老师 慕容小姐 等等 你知道的 我们第二学院最辉煌的时刻 就是你获得全省状怨的时候 之后 一直走下坡路 别说赶上第一学院 就是第三学院都已经超越我们了 请慕容小姐 这是天府学院的入院卡 先生试炼的第一名 我带他获取一门无职业要求的技能 无职业要求的技能 也就说任何职业都能学的技能 这可是天挑的专属 职业技能只有升入高等学院 才会通过特殊渠道获取 慕容小姐大气呀 这样的话 我第二学院在高考的时候 一定能取得更好的名次 慕容留恋这娘们太狠了 那可是万米高挂 说认就认 还好老子口号好 极限输出五十句我爱 不过终究还差三句才够一百句 可惜慕容留恋不给我机会 已经离开了 李哥 那小子回宿舍了 走 过去 苏晨 一万块钱凑齐了没有 这 这 怎么可能 这种力量 怎么可能是无职业者 测试完毕 去利益全部叠加我怒气值的情况下 五个小时 足够干费一个刚觉醒的战斗之力 大哥 我错了 就你叫李雷啊 是 是 大哥 求原谅呢 认识韩妹妹吗 不认识呀 不认识 你系这个名字干嘛 不是 这名字是我奶起的呀 去找 什么时候找到韩妹妹 我就原谅你 大哥放心 我一定找到韩妹妹 同学们 昨日 你们都觉醒了属于自己的职业 今日 就要开始人生中第一次试炼 此次试炼的成果 直接影响你们的一个月后的高考成绩 希望大家努力战斗 职业等级 力品冲上一星 此次试炼 第一 第二 第三学院一同进行 尽量不要和其他学院起冲突 影响试炼 话不多说 大家三道五人自由组队 即刻出发 这次一定要冲击一星骑士 我高考的目标 是第一梯队的高等学院 这次学院第一名 可以获得慕容师姐赠予的一门无职业要求技能 这才是真正的大机缘 我的目标是二星战士 获得第一名 一次试炼就达到二星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群王八蛋 就是没人要我是吗 苏晨 子龙 你也没人要吗 不是 我不想和别人组队 苏晨 你聊啥呢 赶紧组队 安校长 不是他不想组队 是没人要他 谁会愿意和一个五职业组队 不但发挥不了作用 还会成为拖后腿的 就是 苏晨千万不要和我组队 我才不要拖油品 带着他 别说冲击音响 就只能活命就不错了 要我说 五职业还参加什么试炼 直接退出算了 直升机 有人跳下来了 安校长 我没来晚吧 时间正好 大家安静一下 这位是从第一学院 转来的天交 以后就加入 我们第二学院了 此次和大家一起参加试炼 让新同学介绍一下自己 我来自第一学院 我未必会是第一学院最有天赋的 我未必会是第一学院最帅的 我未必会是最优秀的 我未必会是最幽默的 所以来到第二学院 我未必会比你们所有人强 我未必会能拿到第一名 我未必会一定获得慕容师姐的无职业技能 哇 不愧是第一学院来的天交 真的又帅又谦虚 太令人感动了 我不再害怕第一学院的那群变态了 同学 你太谦卑了 自信点 说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谢谢你这么贬低自己 给我信心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未必会 我为慕容留恋而来 这第一名 我拿定了 原来在装逼呢 你大爷的 太我美滋滋地听了半天 未必会 你和苏晨一对吧 苏晨是无职业者 有你带着他 苏晨也能安全些 不至于丢掉性命 听说这次试炼 是新出现的空间结点 确实是新出现的一星试炼场 正好适合我们这些新手 快进去吧 这次三校同时试炼 我怕里面的怪不过分 那是你想多了 就算是一星副本 里面的怪也不是我们能随便对付的 人都走光了 未必会怎么还不来 说好和我们组队呢 子龙 你觉醒的什么职业 为什么你不愿意和别人组队 这 战士 战士 不错呀 最主流的战斗职业 是 是美少女战士 变身一下让我看看 行吧 子龙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战士 你没事吧 我变身之后脾气就会莫名的暴躁 忍不住砍人 子龙 你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未必会 你没看见我们吗 我俩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等我干什么 安校长让我们和你组队 我从不和弱七组队 我更喜欢一个人单打独斗 这小子说话不是装逼就是呛人 我知道 李家苏晨 就是你恬不知识地当众对慕容留恋说 我爱你是吧 就是你恬不知识地当众对慕容留恋说 我爱你是吧 你知不知道 慕容留恋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它是我奋斗的目标和追求的方向 它就是我心中的图腾女神 我就算手里有慕容留恋的联系方式 到现在为止 都不敢和她说一句话 你也配说爱她 给我滚远点 这次试炼第一 我拿定了 谁也无法阻止我 追随慕容学姐的脚步 徒哥 你们怎么就两个人 别问了老薛 扎铁 没人和我们组队 那他们真是瞎了眼了 徒哥 我们一起组队吧 李雷 苏臣可是无知业者 那又如何 苏哥有实力 你听不明白我的话吗 他只会连累我们 我不想他加入 不会 我保证苏臣加入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商大 我不想废话 二选一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那你滚吧 李雷 你说什么 我可是你女朋友 你为了一个废物 不要我 滚 别人只会影响我出拳的速度 哼 李雷 一个王八蛋 我去找更强的队伍组队 你别后悔 嗯 哦 李雷 西哥马真男人啊 苏哥 到了里面全靠你这儿了 小时一装 进去吧 这里就是试炼场吗 和外面的感觉确实不一样 有一股若有若无的能量波动 这里的怪都被别人清光了 我们朝里走走吧 那里有妖兽 好像是教科书上提到的蜘蛛药 是啊 草原上有两头 其中一头是蜘蛛药 另一头也是蜘蛛药 嗯 念的啥呢 上啊 说你呢 上啊 嗯 我不上 大哥 你上 杀个最低级的蛛药 还要我亲自出手 你俩上 反正我不上 我不能上 你一个战士不上谁上 赶紧的 我上容易出事 少废话 行吧 这李雷不愧是校园恶霸 实力可以啊 什么时候 啥情况 怎么会 突然盖地这么多的蜘蛛药 苏科 我虽然是坦克战士 但是有隐藏属性 洗妖铁质 洗妖铁质 就是我出手对付某种妖兽 就会吸引附近所有这种类的妖兽攻击 你大眼都不早说 跑啊 赤羊火球术 什么情况 蜘蛛药怎么跑了 看那边 所有的蜘蛛药都朝着一个方向跑去了 蜘蛛药是这里最多 也是最容易击杀的妖兽 如果不能持续击杀蜘蛛药 会影响我们的升级速度 独尘 使徒药越来越多了 我们这样跑下去不是办法 走 去那边 就在这儿吧 彻底解禁这群妖兽 独尘 别冲动 妖兽太多了 退后 劲力一全 从排名上看 我第一学院力压群雄 几分榜上击杀妖兽最多的 大部分都是第一学院的学院 我第三学院天才萧虎虎 还在第二名 也为我第三学院争光了 安校长 你怎么不说话 说什么 我第二学院也不差呀 第四名就是第二学院的学员 安校长 你说这话不嫌脸红 以为我不知道 排名第四的未必会 是从第一学院 传到你们第二学院的 看来第二学院确实没有人才吧 竟然从我们第一学院挖人呢 你们也挖呀 我又没禁止你们从第二学院挖人 你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你第二学院有人才吗 我们能挖谁 没有了未必会 第二学院还不是被我们第三学院碾压 今年的资源分配 我们第三学院必须高过第二学院 哼 你着急什么 试炼还没完呢 定局基本已定 随着击杀妖兽越来越多 学院自身的实力也会越来越强 学院之间的差距也只会越来越大 这种试炼 一般天才会从头到尾一直领先 保持优势 不会出什么意外 第一名苏晨 第二学院 98分 苏晨是谁 怎么没听说过 他竟然直接飙升到98分 这是杀了多少要手 什么情况 苏晨这个无职业者 怎么跑到第一了 黄黎 让你再往面前装 现在我第二学院排名第一 你服不服 出错了 一定是哪里出错了 不管哪里出问题 你却怼手了怼手 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子 突然提到第一 还领先第二那么多 这不可能 这里的一切都是中央智脑自动运行 众所周知 智脑绝对不会出错 来人 去查 看看哪里出了纰漏 你尽管去查 第二学院就是第一 气死你 这 这只是一拳 所有的赤竹鸟都被表杀了 我这是 一星 祖辰正在突破 成为了一星职业者 一星职业者 是因为我本身无职业吗 没感觉有什么变化呀 一星职业者 一星职业者 思议我本身无职业吗 没感觉有什么变化呀 找死 我俩的实力都超过一星 在这试炼场里 我们无敌 这些幼兽一星都不到 不用理他们 反正是 确定是这里吗 就是这里 此地虽然是新出现的空间节点 但这里并不是全新的 而且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人进入光 我们想找的东西便在这里 抓紧激活吧 中情怎么这么大 快将我感觉周围变了 那几个幼兽实力也变强了很多 有些不对劲 打不开 二星的实力 这是幼兽等级 怎么会瞬间从一星提升到二星 只有一种可能 我们激活这里 导致这处空间节点 从一星试炼场变成二星试炼场 这下麻烦了 从没想过参加试炼能这么悠闲 走了半天连个怪都看不到 这一带的赤猪妖 估摸都被苏格一波清零完了 想要找到其他怪 只能继续往试炼场伸出走 这是一星幼兽包头鸡 比赤猪厉害很多 要小心 放个小讯了 终于让我们找到怪了 这设断场真奇怪 最弱的赤猪妖 居然一直都没见着 包头鸡属于若一星怪 我们三个火力全开能对付 喂 张月月 包头鸡是我们先发现的 你们 利蕾 你是有些实力 但你带着苏晨这个脱油瓶 我就算让给你们 你们有实力杀死这三头一星妖兽 苏格 他看不起你 上 我不上 上个屁呀 叙利全现在还伪着 哥现在就是个普通人哪 子龙 你上 不能让你人看不起 我也不上 那我上 你停下 你更不能上 你手如一切大事 双模作家 一哥哥的全是废物 第三学院黄兽清场 闲杂人等退必三社 这黄侃我听说过 在第三学院排名前三 而且还是第三学院校长黄林的亲儿子 什么年代了 还搞这种排场 你们第二学院听好了 黄兽包场 这里的妖兽我们预定了 包场 预定 妈的 这傻圈以为这里是夜场啊 黄哥哥 不认识我了 哈哈哈哈 原来是月圆妹妹 可爱的女学院除外 其他人都给我找 黄哥哥 让他们留下吧 也好让他们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强队 也好 等结束了 月圆妹妹去我新买的别墅耍耍 我家的猫会后空翻 谁 这三人竟然都是装甲战士 这体型像战士吗 这贪娘的明明是坦克 李雷 看到了吗 舍弃我 收留苏辰 是你人生最大的错误 你就等着在这次试炼中垫底吧 我叫黄砍 弹砍而弹的砍 我是一名剑客 接下来 我要装逼了 李雷 你还有一盒手 解决掉那只包头剑 怎么了 这是啥呀 这是二星妖獸锯齿怪 怎么回事 一星怪怎么瞬间变成了二星怪 二星锯齿怪 是到底怎么回事 皇上 别管怎么回事了 快跑 二星怪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对对对 赶紧跑 黄哥哥 救我 带我走 我受伤了 你走开 黄哥哥 黄哥哥 我现在走不动 不要丢下我 你说了要带我去你家看猫 滚开 老子现在过不上你 不要 谁来帮帮我 快跑 皇上 这里有两只啊 不慌 我爹给了我保命手段 小子 送你们一件东西 什么玩意儿 苏蝉 赶紧扔掉 这是奇怪神器 可以短暂吸引怪物的注意力 本公子先好 锯齿怪不幼了 让给你们了 王发战 你敢依我 我记住你了 你都要死了 本公子害怕你记住 死定了 怎么办 我不想死啊 我想活下去 谁能救救我 让我做什么都行 吵死了 没看到我们还在这里吗 你们 你们三个废物有什么用 啊 完了 苏鸽也不是巨石怪的对手 只能拼死一战了 你绝对不能出手 嗯 这次 换我来 这 这是啥呀 啊 哎 哎 祖臣 你们先走 我拦住对齿怪 好好好 你坚持住 我们这就走 祖臣 李雷 快来扶我 我们三个赶紧逃 啊 啊 啊 祖臣 没听见我说话吗 趁有人替我们挡着 赶紧跑啊 嗯 要走你走 我不走 一个无职业者 到了现在 你还装什么情告 不走等死吗 我怎么这么倒霉 遇到你们这些垃圾 啊 你他妈烦不烦 啊 你他妈烦不烦 你敢打我 李雷 这个废物敢打我 要这么看着吗 这是大爷的 我也早就想打你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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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巨石怪的对手 苏臣 比城墙 你刚被巨石怪打败 敢伤害我一辈子的兄弟 我不会原谅你 呃 蓄力一拳 燃烧我的怒气 不愧是我哥 一拳秒二星 刚获得 蓄力一拳的时候 系统提示说 蓄力一拳的威力 取决于宿主蓄力时间的长短 以及宿主怒气质的大小 现在通过怒气质 施展蓄力一拳 验证成功了 这不可能 索臣不可能有这种实力 一定是刚才我们把 巨石怪中伤 让他捡漏了 来了 刚刚的巨石怪被吸引过来了 这下就算有人挡着也跑不了了 现在的问题是 随着我那一拳打出 我的怒气消散大半了 现在需要让我重新充满怒气 对方坎 我是你祖宗 不行 方坎这小卡拉米 无法为我提供足够的怒气 祖辰 不过 大刀箱 你怎么的逃无伤 开 去 南京大屠杀 尽可继续 南京出关 崖山之战 关中华不去 无乱华 鸦片战争火烧原命远 只是刻在老子肌里的愤怒 一点就诈 杀疯了 杀疯了 祖哥彻底杀疯了 我有一拳 可凭我余生恨 关中华决起而度数 结束了 可是好气啊 一个无职业者杀了一群二性怪 这 这是神迹吗 苏哥刚才念的是什么咒语 怎么一出口就这么强 难道他真正的职业是法师 我看不懂 那大受震撼 李双岩已经追上苏晨 排名第一了 天骄不会被埋没的 安怀志 怎么不说话了 你们学院的苏晨 可是掉落到第三名了 第三名怎么了 第三名也很优秀 我呸 还安慰四季 那苏晨这么长时间了 积分就没有动过 说明他就是个 走了什么狗石院的家伙 如今其他天骄 都发挥出真正的实力 用不了多久 那苏晨就会掉落出前十名 什么 第一名苏晨 二百零八分 怎么回事 苏晨怎么又突然跳到了第一名 而且又是远远地 率开了第二名 可太离谱了 方脸 脸打得啪啪响吗 李院长 绝对有问题 不是这小子有问题 就是试炼出问题了 别废话了 查不出问题 尴尬不 积极警报 试炼出现变故了 果然如我所料 试炼出问题了 安怀志 咱俩谁尴尬 苏晨案第一名 肯定不作数 三位院长 出大事了 就在刚刚 学员们所在的空间节点突变 由一星试炼场 变成了二星试炼场 什么 什么原因 找到了吗 暂时没有查到原因 变成二星试炼场后 里面所有的一星怪 都变成了二星怪 极度危险 这下麻烦了 二星怪根本不是那些 还没有到一星的学员 能对抗的 就算李双 研制住天骄 也是能勉强自保 现在试炼场 能进去吗 进不去 虽然一星试炼场 突变成二星 但进入的条件未变 还是只能低于一星的 职业者进入 这下麻烦了 这里的老师等级都高于一星 根本进不去啊 二星怪恐怕会在里面 打开杀戒 未必 怎么就未必了 昂怀志 你们第二学院最弱 到时候死的最多的 可是你们学院呢 刚才俗臣的排名 突然窜生 这说明什么 说明俗臣杀了二星怪 只有杀二星怪 他会突然获得 大量积分 排名飙升 这 不可能吧 第二学院能出 这种妖孽学院 听起来确实非一所思 但这是最有可能的解释了 打我干什么 叫你一直看不起 我们第二学院 脸给你打疼 顺便怕你尴尬 给你个鞋子钻进去 试炼场肯定发生变故了 不然不可能出现二星怪 我们需要尽快出去 出去的传送门 在秘境终点 还有一段路程 哥哥 带我一起走 叫爸爸也不 爸爸 爸爸 请收下我崇拜的眼神吧 我去 这么什么了吗 现在怎么办 青藤巨门打不开 还被二星怪包围了 这处试炼场 本来只能为到 一星的职业者进入 罗少耗费资源 通过特殊造具 让我们两个 一星职业者进入这里 现在一星试炼场 会变成二星试炼场 难道和罗少 要拿的东西有关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关键是怎么出去 出不去了 传送出口就在青铜门里面 不管怎样 都需要先打开 这道青铜门 那岂不是出不去了 场地变二星 青铜门就需要 二星职业者才能打开 现在哪来的 二星职业者呀 这处空间节点的 试炼场 一边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有学院的老师进入 说明他们无法进入 接下来一切 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路上遍体二星怪 走到秘境终点 哪有那么容易 小心 他追来了 快枪手 一枪十六发 三秒真难热 快枪手 一枪十六发 三秒真难热 不行 我的子弹无法 直接烧开二星怪 我来 大帝之母 杀货 苏罗 还得是你 法师执意 就是强 继续离开这里 我现在也只能 暂时困住这畜生 延缓他的行动 是赵露他们 他们遇到的是 二星独角猎狼兽 苏晨 是你 你一个无知业者 竟然还活着 不得不说 酷走运的 不要打理他 和他们分开走 露露 我明白 我们走这边 免得被他们连累了 苏晨 别怪我 我们已经没关系了 你不要凑过来 也不要跟着我 我不会带着你 更不会救你的 嗯 谁让他救了 这娘们脸真大 就是 我一个女人 都看不过去了 这女人真蠢 有眼无珠 表里表气 简直和我以前 一模一样 真不知道苏晨哥哥 看见他哪了 他给苏晨哥哥 踢鞋都不配 好家伙 你舔起苏晨了 连自己都骂 他好气啊 我去杀几个 二星怪解禁器 你岂止不能浪费了 太强了 苏晨哥真的是无职业者吗 我越来越看不明白了 我也看不明白 但苏晨确实是无职业者 什么情况 这是二星环 苏晨哥 你已经是准二星了 再进一步 就是二星职业者了 这么快就二星了 升级这么容易吗 容易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有人说升级融 去对应职业的星塔试炼 那我一个无职业者 要去哪儿试炼 这个 这个 不知道 有没有无职业者 参加试炼的星塔 所有的星塔 都有职业划分 不是本职业 根本无法进入 没有星塔 是不是意味着 我不用试炼 就可以直接升星 这个 不知道 也有可能无法升星了 走吧 再杀几个二星怪就知道了 竟然有人在和二星怪对战 这可不多见 二一千零 杀 可恶 我虽然能找到空隙 攻击到巨齿怪 但我刚入一星 境界太低 无法真正伤害到二星巨齿怪 这谁呀 打和二星怪战斗 女神你都不认识 她是第一学院第一天交 李双岩 也是三院第一天交 李双岩的职业是暗影刺客 这是一种超强的战斗职业 人族有一位九星之主 就是这个职业 李双岩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不会是第一天交 竟然能和二星怪打平手 是 谁说不如她 打平手算什么 我苏可能秒杀二星怪 进来之前没少喝吧 几个菜啊 就敢说这话 笑死我了 秒杀二星怪 我看她是疯了吧 疯不疯不知道 如小哥所说 肯定喝大了 你们这些人 自己不行 就以为别人也不行 眼界太小了 苏哥 要不要人钱险胜一把 打他们脸 逼掉 小子 你知道我是谁吧 敢说我不想 我销火火是第三学院第一天交 我的实力仅次于李双岩 我面对二星怪 也只能做到全身而退 你说她能击败 简直是天风夜谭 她要是能击败 我管她叫爸爸 闭嘴 你又是谁 爱你什么事 不许跟我抢爸爸 什么个意思 谁他妈和你抢爸爸 我看你是疯了吧 正月 别胡说八道 我不当她爸爸 小子 算你失下 这不是占我便宜吗 就是 不信下头难 我管你叫爸爸 还占你便宜 你 你们 气得我肝疼 今天我非得教训 教训你们不可 所有人 又有新的巨石怪来袭 立即朝着终点撤退 好 两头二星怪 你说爷爷坚持不了多久 畜生 给我停下 不好 只买给我一只二星怪 这下麻烦了 小子 算你所欲 要不是二星怪来袭 你现在已经趴这儿了 回头再找你算账 二星怪冲过来了 赶紧走 这位同学 蛮中前面的巨石怪 忽然让他冲进普通学院之中 破果不堪设想 小虎虎 叫你呢 你给我闭嘴 闭双眼 实力竟在你之下的第三学院 第一天叫香火火在这里 他说 他可以阻了二星怪 闭双眼 实力竟在你之下的第三学院 第一天叫香火火在这里 他说 他可以阻了二星怪 宋昌 你大爷的 我什么时候说了 让你装逼 让你装个够 小虎虎 你把我左拦眼下 拿出去吃怪 我急退整直 马上过来 我 我不 小虎虎 不会是害怕了 不敢吧 谁说我怕了 老子是第三学院第一天叫 我为第三学院代言 等一只二星怪 还半个闹 杀 二星怪太可怕了 废了一个 一个无名小子也敢看不起我 现在就看你怎么被二星怪撕碎 滚开 向我这边跑 我来救你 太紧近 刚才那几只记载 虚拎一拳 这好还够一记 我看见啥 我看见了一个傻叉 主动对二星出手了 你以为你是李双颜啊 太鲁莽了 二星怪可不是服装学员 可以抗衡 这只啥啊 一拳把这只怪固成了李佩健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 全以为我李双颜三怨无敌 没想到有人比我还勇猛 这是谁的学员 这是 东城 你怎么了 杜哥 你没事吧 没事 这酸爽的感觉 我应该失生到二星了 没想到伤二星竟然会头疼 脑袋像是裂开一样 二星 真的没进入星塔就突破二星了 苏哥真是天下独一份了 苏晨这个无职业者本来就是天下独一份 不进星塔也不奇怪 好消息是 我生星不用进星塔 坏消息是别人生到二星都是实力得到极大的提升 我竟然没有任何变化 除了头痛淤裂 你叫什么名字 一拳秒杀二星怪 这等实力 为什么我以前没有听说过你 你是什么职业的 苏晨 无职业者 无职业者 算了 你不愿意说我不勉强 毕竟我们彼此是竞争关系 苏晨 你是我李双颜遇到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对手 我们就比比看 我可不会输给你 我真想和你比了 我实话实说你不信 天交的想法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吗 我们也走吧 现在伪了 尽快离开这里 好 你怎么还没走 我 我想和你们一起走 现在唯有待在这苏晨身边最安全 这颗大腿 无论如何也要暴走 给我个待你的理由 我萧火火飘零半生 只恨未逢明主 如若不弃 果愿败为义父 你他娘还真是个天子 快到终点了 按照攻略上所说 前面的青铜门里面 就有出去的传送阵 有些不对劲 怎么这么多人 骑在这里不进青铜门 现在什么情况 维哥 青铜门需要二星职业者才能打开 现在我们进退两难 刚刚联合起来才打退了几只二星怪的进攻 二星职业者才能打开 苏哥 接下来看你的了 不好 二星怪又上来了 急阵 前面的从事点过 别多让开 我是脆皮 让我去顾便 放开 别挡着我们的路 给老子去前面 你们要干什么 我李灵霄是快枪手 我这种高空低防的职业要站在后面 我管你是什么职业 我们第三学院站在里面 你们第二学院在外面扛怪 可恶 这第三学院不敢欺负第一学院 就来欺负我们第二学院 这次的二星怪比刚才多很多 这不是让我们送死吗 这位同学 我是赵露 职业是高贵的法师 第二学院第一天交 给我个面子 别别别 我十号也是第三学院第二天交 你在我这里没面子 第三学院实力比你们第二学院强 让你们干啥就干啥 十号是吧 我记下你了 让一下 让我过去 是苏臣他们 这几人竟然没死呢 没听见老子说话是吧 第二学院的学员 都给我去外面 让开 我去为大家打开青铜门 你他妈的在逗我吗 青铜门要二星职业者才能打开 现在我们所有的希望 都在三院第一天交李双岩身上 我们大家都在等李双岩顺利升级 你说什么东西 你要是能打开 管你叫爸爸 你们第三学院 这么爱叫人爸爸吗 第二学院的垃圾 你敢嘲讽我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的平庸之辈 在我等天交面前 根本没有说话的资格 嘴巴这么臭 这苏臣自己什么档次 不知道吗 难道是他追求靠近过我 让他产生错误的自信了 你找死 老子今天把你脑袋 塞屁股里面去 这人就活该被打死 给我属竹子 谁他娘的敢打我 石浩 大尔肥了 不认识我了 华哥 怎么是你 是第三学院第一天交消火火 据说他的实力仅在李双岩之下 谁让你对他出手的 我一个大匹刀子呼死你 华哥 这小子就是第二学院的废物 他竟敢让我管他叫爸爸 我不想弄死他 你也配叫他爸爸 我不配 露露 这萧火火怎么帮我们第二学院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只有这一种可能 这里也只有露露你 能让萧火火这种天交给面子了 我这么处理 你还满意吗 满意 露哥 你太客气了 我代表第二学院全体学员 感谢你 谁他妈的问你们了 我一边去 这 有什么不满的 您说话 什么 小火火对这废物的态度 怎么会如此恭敬 小火火是吧 你的名字我也记下了 是李双岩未必会 储学夜不翻等排名千十的天交 他们赶到 总算有些希望了 你们顶住 我去开青铜门 给我开 李双岩 快顶不住了 你那边如何 打不开 只有二星职业者才能打开此门 李双岩竟然也打不开 没有心态 他们可能打到二星 这下彻底完了 最后的希望也没了 我来 你 你凑什么热闹 一边待着去 我可以打开青铜门 你开什么开 你开玩笑吧 别搞乱 你没和我组队 能活着走到这里 已经是亲信了 宋辰 你说这话谁信呢 谁信你 谁是大傻子 让开 我知道开门的咒语 咒语 胡说八道 打开青铜门 只有职业达到二星才行 哪有什么咒语 你营销是大沙笔 我一定会是大狐狸 骂咪咪咪哄 这会为我加持力量 害上老君 尽尽如力令 给我开 这家伙 真的是在念咒语 好像在骂人吧 玩呢 这钥匙能推开 就见鬼了 我开 这钥匙能开 我李灵霄直播 倒立吃屎 什么 这 真的开了 开 开了 他居然真的打开了 二星秘境的大门 没感觉到 他动用什么职业力量 难道真的是咒语的原因 二星 苏晨竟然达到了 二星职业者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二星精英怪 二星精英怪 竟然也出现了 这谁顶得住啊 快 快跑 进入青铜门 青铜门居然被一个 不知名的小子 用咒语打开了 简直匪夷所思 走 赶紧进去 完成裸少交代的任务 是 人族 解释 可口 四七的美食 继续在攻击我 二星Boss 蜘蛛女王 Boss级别的怪物 一般只有三星以上的 中级副本才会出现啊 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 这里怎么会有 Boss级别的怪物 来一把 让你出去 救我 救我的胜利 救命啊 美威呢 我以为要得救了 为什么都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 毫无还手之力 我们死定了 所有人 立刻退出去 出去了 二星快把门口堵住了 强杀蜘蛛女王试试 学我怎么可以反抗呢 你没事吧 二星Boss的实力 完全无法反抗 它强过我们太多 你跟小则上说 没战斗的人俗 有什么比较好的 快 所有人闪避 不要被蜘蛛女王的爪子碰到 快躲开 屁大点的地方往哪躲啊 我们当什么 随意在杀的牛马吗 我真的怒了 是你呆的 不要证明对抗 就算二星职业者 也不可能是对手 真是没有作为实 赛的觉悟呢 还有处都冲上来的 什么 怎么会 可思议 竟然伤到了蜘蛛女王 祖传实力比我强 这已经是我最大的陆基尺了 竟然伤到了她的蜘蛛爪子 慢了 攻击停止了 有人打断了蜘蛛女王的一只爪子 谁做到的 应该是李双岩吧 她刚才在和蜘蛛女王战斗 虚才大人了 不可饶恕 我的孩子们 别把 跑开你顿吧 双岩 联合排名的闲神的天骄 一起冲出去 没用的 门口毒满了人心怪 这么冲出去 和找死没什么区别 等死好 等死还能完点死 你这么冲出去 你也冲就死了 就别吵了 我说两句 不必会 把慕容留恋的电话号码给我 你是不是有病 我什么时候了 还讲着这事 这就是四行转职任务人人未知的boss吗 带刀斩 我想说的是 有点弱呢 哇 你自从亮了 不愧是人家的老婆呢 小灵灵 恭喜你神仙成功 正式接受为四行大刀主 快来 让我亲一下 彪彪彪 你是不是屁股痒了 吃的呢 快来打人家劈劈 人家想让你鞭策呢 懒得理你 我还要去替老师 给全校学员传授职业经验 老师也真是的 这种事情也让我来 我又不是导师 老婆 等等我吗 我和你一起去 快给我电话 我有大用 有个偏着大用 你休想玷污我女神 哼 有个偏着大用 你休想玷污我女神 我要救大家 慕容学姐已经回到天秦学院 你就算给她打电话 她也不可能瞬间赶来这里救人 你怎么救大家 我刚才打开镜头门 你也说不可能 别废话了 给我 哼 拿走 不过我警告你 你不许玷污女神 终于又可以看到慕容留恋抢课了 不愧是学院第一美女 我要是能摸摸手都满足了 小点长 慕容留恋虽然是女神 但大魔王也不是白叫的 小心把你扔到噩梦副本历练 如果真能摸到手 把我扔到深渊副本我都愿意 什么东西 都是给你的情书 老规矩 通知学生会 这些写情书的学员 都给我发配到打金蜜信打材料 算不够意外积分不许回来 一个个的就是太闲了 现在形势有多危急不知道吗 这些男学员就该教训 不知道我萌喵喵才是你的正派男人吗 有人来电话 接吗 接听吧 你应该是老师 慕容留恋 我是苏晨 你听好了 接下来我说的事情很重要 怎么是他 又是谁啊 慕容留恋 我爱你 这 苏晨 我看你是真疯了 又说这个 我爱你 我爱你 苏晨 一百句我爱你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这小子是谁啊 敢当众侮辱慕容学姐 我们都是偷偷写情书 他胆敢当众表白 不怕成为全小公敌吗 马上把他给我找出来 我要打死他 不要逼脸啊 慕容留恋 能看上他才怪 小刘烈 这人太嚣张了 在这种场合说这种话 绝对不能放过他 把他发配到深渊宗本去 安静 如你们所见 后面的日子 我后面的日子应该会清静不少 苏晨 我记住这小子了 别让我见到他 不是什么人都能成为慕容学姐的男朋友 一个无名小子 他给慕容留恋提鞋都不配 现在马上 立刻给我去查 我现在马上立刻给我去查 十分钟内我要知道这个苏晨的全部信息 叮咚 恭喜宿主达成成就 一百句我爱你 恭喜宿主获得体质加音 恭喜宿主获得一万头驴 啥玩意儿 西藤 你再给我说一遍 恭喜宿主达成成就 一百句我爱你 获得奖励一万头驴 一万头驴 你在逗我吗 才与你大爱的 现在生死关头 我要一万头驴有什么用啊 你知识你要做六火上吧 特别提示 一万头驴拥有个体技能 脑袋被驴踢了 拥有群体技能 蛮驴践踏 怎么办 这样下去 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我倒是有个办法 这是违禁物品 吸管神器 为了以防万一 我特地带了不少进来 你是想让这些学人 替我们挡住妖兽 不错 现在只能牺牲他们 换我们逃命的机会了 好 就这么干 等出吸管神器后 我们趁机绕到 蜘蛛女王身后 传送门和罗少要的东西 都在那里 什么东西 不好 这是吸管神器 什么 哪个混蛋放的这种东西 还嫌我们死得慢呢 怪物们被吸引 更疯狂了 大家生死由命吧 这或许是空间节点出现后 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啊 血狼给我个痛快 我不要为这些畜生啃事 哈哈 竟然还有人跟你们这些 血吃打上了佐料 更香了哪 哈哈 就是现在 快走 可恶 这时候人群中 竟然还出现了叛徒 苏晨 你不是要救大家吗 你倒是救啊 他就是个跳梁小丑 除了会说两句骚话 还能干什么 白白浪费大家的逃命时间 都给我闭嘴 我会做我该做的事情 不能在人群中释放一万桃驴 否则大家还没被怪物杀死 就被鱼踩死了 苏晨 你干什么去 找死吗 这种废物 死就死吧 多少也能为我们争取一些活命的实现 李灵霄是大杀笔 未必会是大虎笔 两个蠢货为我加持力量 起来 现在还嘴上丑能 故弄玄虚 这是啥呀 什么情况 无数头驴兽同天而降 这不是雪上加刷吗 我们面对的怪够多了 不对劲 那些驴兽好像没有攻击我们 我的领地中为何出现其他妖少 这我不会了 这些妖少为什么攻击我 他们难道不是年轻的奴仆 罗少要的东西终于拿到了 走 罗少在传宗阵外面估计等急了 赶紧出去 什么声音 这是 什么情况 哪来的你 什么情况 哪来的你 这么久了 那两个人为什么还没出来 按照他的实力 应该拿了东西最先出来才对 本少准备了这么久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如果拿不到 罗少 本速真亮了 他们出来了 好啊 那件东西对本少无比重要 拿到后 本少就有了进入神圣之狱的资格 天心 我的神啊 刚才发生了什么 巫术妖兽都被那群驴踩死了 那么问题来了 那些驴是怎么出现的 为什么会出现 走 你说实话 苏哥的隐藏职业是不是 召唤师啊 我看不懂 并避兽在被震撼 那些驴 那些驴难道是苏晨召唤出来的 可就算它是召唤师也不对啊 谁家召唤师能召唤出成千上万头驴 这不科学啊 这是什么 既然进入神圣之狱了 似乎是打来某种地方 就是你的武器 蜘蛛女王如此强大的boss 就这么被上万头驴 我生生踩死了 怎么感觉这么不真实 怎么回事 谁都告诉我怎么回事 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驴 我要的东西呢 得救了 我都以为我死定了 到底是谁救了我们 是那个叫苏晨的 真的是他用咒语召唤出的那些驴兽 话说咒语是什么来着 我记一下 下次保命哟 李灵枪是大傻逼 未必会是大虎逼 两个蠢会为我加持力量 应该是这样 那我也飞一下 下次下副本哟 苏晨绝对不是什么无职业手 一定在隐藏什么 这是高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虽然我不知道那些驴是怎么来的 但绝不可能是苏晨救了大家 在我们第二学院众所周知 她是个无职业的废物 苏晨说得没错 你还真是个大傻逼 芝蓉女王虽然被解决了 但军事官还在 大家裂开出地匠 快点 快清楚作战 大帝之母 伤化 什么情况 不好 救我 十号 我说过 我剃下你了 而这就是被我剃下的代价 接下来还剩一个消火火 这种头头欲裂的感觉又来了 看来这次又没说消灭他俩腰手 让我再次升星了 苏晨 你怎么了 没事 我现在应该是升到三星了 好家伙 三星 苏格 但凡你是个职业者 不管是何种职业 你这升降速度 绝对能成为传奇 五星空间法师 还有多长时间能到 金塔联盟分部那边说 已经紧急为我们调派了一个 但还要一个小时才能到 不能等了 等一个小时后人都死光了 我们就强行破开结界 没用的 以我们准自相的实力 就算拼了老命也破不开 咱们还是从长计议 而黄潭也在里面 我比谁都急 走货 你击个锤子 你不去我们自己去 三位院长 你们快看积分吧 苏晨的积分 这怎么可能 一千多积分 如果不是中央阵脑出错了 谁能跟我个合理的见识 为什么苏晨积分会飙得这么高 除此失联一千三百八十八积分 不单破了三月的历史记录 还破了帝国所有中等学院的最高记录 三百年来 帝国中等学院的最强妖孽雷神 当年也才九百八十分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们第二学院出了一个 堪比雷神的精神妖孽 没有 不过苏晨积分这么高 必有原因 他是什么职业 这个 他是无职业者 无职业者 笑死我了 安怀志 你脸多大 你让一个无职业者比肩雷神 一年一妖孽 百年一雷神 你这是玷污雷神之名 好消息 大大好消息 学员们出传送阵了 中度假度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千真万确 我亲眼所见 学员们正在源源不断地被传送出来 所有人已经传送出秘境 奖励结算中 打完副本 竟然还有奖励结算 这里越看越像是和游戏融合的世界 鉴于你在秘境中 地花之秀的表现 本次冒险等级评价S级 获得斩神积分 E积分 获得物品 蜘蛛女王的唾液 这么多人还活着 太好了 就是不知道是谁力往狂澜救了大家 应该是李双言无疑 论实力 他是三院无可争议的第一天教 只有他才可能创造这等奇迹 也有可能是萧伙伙异军突起 是我第三学院最看重的学员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苏晨 毕竟他积分那么高 没有 安怀志 我劝你脑子清醒点 别再提那个无知业者了 要是他救的大家 我把第三学院一年只开放一次的无相秘境给他 这是我第二学院离三院第一最近的一次 虽然我也知道不可能 双言 和我们说说你是怎么拯救大家的 拯救大家的不是我 不是你 小火火好样的 我第三学院不但超越了第二学院 看来还要超越第一学院了 呃 院长 我没做什么 不必谦虚 说说你在秘境里面干了哪些大事 大事 认了一个衣服算吗 任义服 你怎么逗我呢 三位院长 是苏晨力挽狂澜 拯救了大家 三位院长 是苏晨力挽狂澜 拯救了大家 苏晨 真的是你 我现在手心冒汗 怎么回事 苏晨救了大家 怎么感觉这么不真实 我先问一下 救了大家有没有奖励 有 而且这等大功要上宝星塔联盟 哦 那没问题了 是我救的大家 哈哈哈哈 这颇天的富贵 终于轮到我第二学院了 当年慕容留恋 虽然个人积分第一 但总分 我第二学院还是不如第一学院 如今 苏晨一人的总分 吊打第一学院和第三学院的总和 这一次 我第二学院总分排名第一 哈哈哈哈 不是我看不起这苏晨 别说啥boss 就算我站在这里让他打 这废物打得动我吗 一定有问题 啊 啊 是 王林 你亲自说的 把无相秘境的进入权给我 都算了吧 秘境副本一行伤二行 此事闻所未闻 苏晨同学召唤出的一万铜驴等情况 错统复杂 一切报星塔联盟 再请定夺 我问一下 战神积分是什么 战神积分只有在表现无可挑剔的时候才会获得 就算是得到S级评价的 也只有小概率得到 苏晨 你不会得到了战神积分吧 哦 啊 才得了一分 才得了一分 你知不知道 高等学院很多妖孽 直到毕业都拿不到一分 苏晨 你在秘境表现如何 我其实不是多么惊讶 毕竟每年都有不少在秘境中超绝表现的妖孽学员出现 但你得到战神积分 真是把我惊到了 据我所知 你是第一个获得战神积分的中等学院学员 哈哈哈哈 好样的 这次你是新生试炼的第一名 我第二学院永远的骄傲慕容留恋 会带你获取一门无职业要求的技能 你可要好好把握 慕容留恋 他现在恐怕忍不住想叨了我吧 苏晨 这一次你做得比我优秀 但人足大考才是我们真正的舞台 一个月后考场见 我劝你不要吼 你看不起我 因为我是个挂逼 挂逼 什么意思 这是你的职业技能吗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伟大的野神 未来世界的主宰 我们是野神教的信徒 是您最忠实的仆人 在整个世界被颠覆之前 我们将一直为您效劳 有反应了 野神回应我们了 击击死了这么多次 终于等来了野神的回应 真的是野神 真不敢相信 野神 野神教的信徒 我们愿意为您做任何事 我的第四子 不久前偷偷跑出来 寿命新鲜的人类血肇 但他竟在此地被人杀死 这也是我降临此地的原因 什么 何人如此大胆 野神 野神 四殿下是被谁杀死的 你们去调查星主 告诉我 野神放心 四殿下至少是BG魔兽 他被杀死了不会没有动静 我野神教绝对会为野神调查的一清二楚 不管是谁 我都会降下天城 就算是雷神 也会付出代价 罗少 你没事吧 废话 被骑摆头绿涕了 能没事吗 罗少 你让我们调查的事情 基本调查清楚了 在密警中 一个叫苏晨的学员 表现十分优秀 你要的东西 大概率被他得到了 我亲自去宰了那小子 东西对我十分重要 洗衣切代价要拿到手 罗少 那苏晨在密警中拯救了众多学员 已经上宝星塔联盟 你亲自出手 恐怕牵扯太大 我会怕吗 国家怕过谁 罗少自然不怕 但毕竟影响不好 他不在杀了吗下单 中心找两个五星好评杀手 干掉那小子 拿回东西 罗少放心 保证给你办得妥妥的 这么大动静 脑地震了吗 罗少 不好了 一打群驴冲过来了 什么 又是这群驴 这可是老子高卖的庄园 被这群驴冲到躺平了 最新咨询 本市遭遇大规模驴灾 所幸除了一罗姓男子之外 无其他人员受伤 我倒是忘了 我那一万头驴还在外面晃荡呢 七头 一万头驴可不可以回收啊 一万头驴是你的召唤物 可以随时召回或者换出 一万头驴 全部召回 一万头驴真的都被我召唤回来了 等到战斗的时候 可以随时换出 如今让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路晨 禁忌通知 开班会了 子龙 这次开什么班会 这么紧 上次秘境试炼 因为遭遇变故 导致大多数学员没有达到一星 还有一个月就要人读高考 于是三大学院又开放了一批秘境 和魔语供大家提升实力哦 魔语 魔语是被魔兽占领的区域 上次袭击学校的魔龙就属于魔兽 和秘境副本中的妖兽不同 魔兽普遍具有智慧 狡诈多端 而且魔语基本都处于现实世界的某处 既然魔语存在于现实世界 为什么那些九星强者没有清除它们 既然魔语存在于现实世界 为什么那些九星强者没有清除它们 第一是太多了 魔语遍布世界各地 而且还不断有新的魔语涌现 第二就是很多魔语有强大的魔兽坐镇 九星强者不会贸然出手 怕引起魔兽潮 到时候会面临更大的灾难 那么问题来了 那些魔兽从哪里来 一部分是从秘境副本中跑出来的 也有一部分是空间节点降临入期 我只知道这么多了 更多的要我们升入高等学院才会了解 系统发布任务 系统发布任务 请达成成就 多子多福 拥有三个子孙后代 为人族永存 做出贡献 你他妈的在开玩笑吧 系统是专业 我比方不会开玩笑 除非忍不住 听你打烈的 这是什么垃圾任务啊 我还是个孩子 你让我生孩子 换个任务 任务一旦发布 不可更改 请尽快完成任务 我女朋友都没有 上哪儿生孩子去 要生也行 你起码给我配个女人吧 没有 这个可以有 这个真没有 小龙 为你件事 什么事啊 你那个女孩 能生孩子吗 上次秘境中到底什么情况 真是促成救了我们 应该没错 很多人都看到了 原本以为从第一学院空降的未必会 是我第二学院第一天教 现在看来 要归苏辰莫属 我未必会是最优秀的 我不弱于任何人 我迟早会超越苏辰 我不允许她一再玷污慕容女神 这次的任务 比一百九亚你更离谱 怎么可能完成 说起未必会 表现得确实不咋定 除了能装逼之外 没看到她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觉得苏辰不是无职业者 肯定是特殊隐藏职业 苏辰比未必会要厉害不少 够了 苏辰 你站起来 有事啊 我只想说一句 赛速的各位都是垃圾 会不会 你坐下 我也要玩 安静 我简单讲两句 此次试炼 我第二学院大放异彩 得益于苏辰的优秀表现 此次苏辰 除了可以获得星塔联盟下发的奖励外 还可以得到第三学院无相秘境的进入权 以及去天晴学院找慕容留恋 获得一种无职业要求的技能 最后我再说一句 还有一个月就要人足高考 决定你们最终命运的时候来了 三大学院联合起来 开放了三处魔狱 这段时间内 学院不强制上课 你们可以组队前往魔狱历练 提升职业等级 另外 这次试炼 我第二学院获得三院第一 我第二学院有优先进入权 这是几十年来 我第二学院第一次获得 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 好家伙 安院长这简单说两句 真不简单 足足说了一个多小时 苏哥 什么时候去魔狱试炼 我都准备好了 还有我还有我 别带着我吧 我也要跟苏晨一起 张月月 上次没跟你计较带着你 别蹬鼻子上脸 苏哥和你无亲无故 凭什么带你 谁说我们无亲无故 我叫个苏晨爸爸 系统提示 恭喜你获得一位子孙后代 多子多福成就 完成三分之一 这你妈都行 起到你给这自己卡八个呢 苏晨 我有事情和你说 你不能再骚扰慕容学姐了 否则我不会放过你 未必会 其实我对慕容学姐 没有什么坏心思 你放心 我不会再找她了 真的 你要是不信 获取无知恶技能的唯一名物 我可以卖给你 怎么样 无知恶技能虽然珍贵 但魔王榴莲的娘们太凶狠了 找她和找死没区别 还不如卖掉 卖给我 你没骗我 骗你干什么 从现在起 名额我转让给你了 但 我还有个要求 说吧 无论什么要求 我都答应你 现在且 你苏晨就是我威逼会 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叫我医生 爸爸 我把你当兄弟 你却想当我爸爸 你要是不愿意叫 我不勉强你 名额 我就先收回了 慢着 爸 爸爸 乖 系统提示 恭喜你获得一位子孙后代 多子多福成就 完成三分之二 果然可以 接下来完成这个任务 就很容易了 找萧火火就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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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打来的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 我还没有见过 原主这唯一有血脉关系的亲人 不知道有什么事 喂 叔叔 小陈 你有空吗 有空的话 回来一趟吧 行 我今天下午回去 唉 唉什么唉 让你给你侄子打电话 打了没有 打了 小陈下午回来 你那个侄子 我打听了 前几天之夜 这觉醒之日 成了晚中 五一的无职业者 脱脱的大废物 真是白养了他那么多年 他来了 你赶紧让他搬出去 小陈毕竟还是个学生 学校有宿舍 实在不行 睡大街 分钟以后我们和他没关系 他不能再拖累我们了 还有一个月就要人组高考了 实在不行 高考完再让他搬出去吧 免得影响他的高考成绩啊 爸 他一个无职业者 那有什么高考成绩啊 哪个高等学院能要他 赶紧让他走吧 现在学院都放假了 他住在这里 我不方便 爸 他一个无职业者 那有什么高考成绩 哪个高等学院能要他 赶紧让他走吧 现在学院都放假了 他住在这里 我不方便 就是 我们家雨婷 正在和第三学院的院长儿子 谈恋爱 让人家看到 影响多不好 雨婷 吃点水果 和妈妈说说 你和黄坦坦的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 让他来家里吃饭 昨天的秘境试炼 出现了变故 导致很多人都没有生心 下午黄坎哥哥会过来 带我去魔域练集 妈也听说了 好像死了不少学院 发生什么了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发生变故的时候 我堵在一处石缝里 没有出去 听说是有人救了大家 星塔联盟还在核实 估计马上就要出结果了 原本以为这苏晨 在第二学院里不出来 杀他有些麻烦 没想到他自己出来了 一个普通学员 让我们杀了莫平台 两位五星杀手一起出手 实在是大才小用 找个偏僻的地方动手吧 提前完成任务 可以获得好评 义父 我来了 请说你找我 我屎拉了一半 就直接赶了过来 系统提示 恭喜你获得一位子孙后代 多子多福成就完成 义父 你找我有啥事 没事了 你回去继续拉吧 恭喜你 完成多子多福成就 获得技能 提同跑路 系统 你认真的吗 提同跑路 这次娘的也是技能 系统提示 当你逃跑的时候 手里提车筒 施展提同跑路技能 速度增加十倍以上 算了 有总比没有强 先去叔叔家吧 根据脑海中的记忆 前面不远就是叔叔家了 小子 让你辅个明白 是大爷我杀的你 这小子无体吓坏了 我从正面杀来 他都不知道躲 血淋一拳 什么 你怎么会有这等实力 竟然没死 死人比命中 那些二星怪都厉害 竟然被你伤到了 作为一位五星杀手 我应该反思 不能小看任何人 杀手 谁派你来的 有人在沙拉玛平台下单 要你的命 最后别反抗 我们可以给你个痛快 还有一个人 这人出现在我身后 我竟然没有丝毫察觉 这两个杀手 至少是三星职业者 商量一下 火出双倍 你们去把下单的干掉 怎么样 这是在侮辱我们的职业道德 作为一个从没有差评的杀手 心里比金城更重要 蓄力一拳 真以为你可以和我过招 躲开了 太慢了 我们可是盗贼职业 身法和速度都是我们的专场 第一次和真正的职业者战斗 果然每个职业都有特点 难对付呀 复战速决 结束任务 好 天真 都说了速度是我们的专场 你跑得了吗 这样下去不行 我迟早被追上了 摩剑子雷 将再大 摩剑子雷 大爷 借筒用一用 我说了 你跑不掉 机统提示 出发技能 提筒跑路 什么情况 这速度怎么会 你去追 你让他跑了 我的筒 换给我 提筒跑路 让我速度瞬间增加十倍 完全可以摆脱他们 但是这两个杀手 为了无先好评 恐怕会无休运地追杀我 这小子的速度怎么比我们还快 一个中等学员的学员 就算是绝行以速度擅长的职业 也不可能爆发出这等速度啊 所以 为了避免以后麻烦 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们干掉 这小子停下了 小子 你不跑了 是认命了吗 接下来我要放大招了 你们就算速度再快 这里也没有躲避的空间 笑死我了 我承认你逃跑的速度很快 但战斗的时候 你能伤到我们一根寒毛 算我输 继波下律 什么 这是最近新闻报道的驴栽 什么玩意儿 好险 这么多人 防不胜防 搞定了 可惜没有问出来是谁派来的 耽误了太长时间 赶紧去叔叔家 你给我站住 差点忘了 大爷 捅怀你 小伙子 现在不是疼的事了 你的驴踢到我了 大爷 先起来说话 没有十万块钱我起不来 十万 大爷 你这是碰瓷 大爷 你身上连伤都没有 我的驴怎么撞到你的 你别管怎么撞到我 就是吓到我了 也得给钱 不给钱别想走 你等我打个电话 喂 碧桂 我是苏晨 你马上给我打五百万 我要撞死个人 大爷 等会儿我把钱给你送家去 一 来 完了一辈子赢 让家瞅着了眼蛋子 小子 你更狠 完了一辈子赢 让家瞅着了眼蛋子 小子 你更狠 大爷 本人专制各种碰瓷 下次还撞你 拜见雷神阁下 不好 二 好险 那些雷电每一缕都蕴含毁灭之力 只要被击中 便会灰飞烟灭 不愧是雷神 竟然常年独身镇压在这等急凶魔日 这么急找我 是有深渊降临了吗 不是深渊降临 只最近全球所有中等学院 都完成了觉醒失恋 十六区那边出了些岔子 岔子 有一名叫做苏晨的学员 积分达到了一千三百八十八分 一千三百八十八积分 比我当年还高 这是好事啊 雷神阁下 如果仅仅是积分高 星塔联盟也不会派我来打扰你 最主要的是 当时秘境出现变故 从一星变成二星副本 而且那苏晨并未觉醒任何职业 是一位无职业者 也就是说 一位无职业者在二星副本中 拿到了一千三百八十八积分 这太令人震惊了 竟然是这样 所以特来请示雷神阁下 要不要调查一下 这苏晨极有可能觉醒了什么隐藏职业 或者其他特别之处 不用 职业者种类千千万 很多职业都有自己的专属秘密 每个人都有各自机缘 手段也千差万别 不必强行探究 那该如何发布消息 职业级别如何测听 中等学院那边 还在等着星塔联盟的回复 一切如实发布 苏晨 无职业者 无级别 另外 给他保送进入天晴学院的资格 什么 保送天晴学院 每一年的人数高考 整个第三行星加起来 保送名额不超过三个 没想到雷神竟然如此看住一个无职业者 明白 星塔降临之后 这个叫苏晨的小家伙 很可能是第一位真正的无职业者 但苏不知 在极为遥远的过去 星塔降临之前 所有的人都是无职业者 有未必会的一千万星币 我完全可以搬离叔叔家自己生活 这次 正好和叔叔婶婶说一下 这也是原生一直以来的愿望 只是 之前没有独立生活的资本 这么长时间了 那小东西还不来 我不管了 东西先给他扔出去 别扔哪 小陈那孩子肯定会过来 再等等 他在就是想赖就不走 我告诉你们都没用 今天必须和他骗进关系 你轻点扔 这些东西 小陈以后还要用 小陈 你 你来了 叔叔婶婶 你们好 我好个屁 你不走 我哪来的好 你走了我才能好 苏陈 不是真是狠心 你现在已经成年了 该出去独立生活了 我明白 我这次来也是想和你们说 搬出去住的事情 小陈 其实不急 等你租好房子再搬出去 你给我闭嘴 以后我们家和他没关系了 租房子是他自己的事情 叔叔 这是我给你们买的东西 放这里了 我先走了 你那破东西拿走 养了你这么多年 就买俩水果 谁看得上 好气呀 是想给他一个大逼头 再给他一套军机圈 小陈 我帮你提东西 小陈 这是一千块钱你拿着 以后 你自己生活用钱的地方多 别嫌少 这也是你叔叔我 偷偷攒了半年的 叔叔 快拿着 不用 别让你审慎看见 你叔叔我没本事 顾不住你 唉 你自己以后 一定要争口气 坎哥 坎哥 这里就是我家了 哎呀 你停回来了 这位就是你男朋友 小黄吧 伯母好 我叫黄凯 我爸爸是第三学院院长 黄林 好好 小黄一表人才 和我们家雨婷 正好天生一对 他怎么还来在这儿 坎哥 这就是我坎哥 一个未觉醒 任何职业的大废物 在我们家蹭吃蹭喝 蹭出好多年了 是他 他没死 他没经历 小黄啊 今天在家里吃饭 今天我特意给你做了一桌子菜 杏仁是这个黄八蛋 上次在秘境用吸怪神器害我 正想找他呢 赶紧走 消失在我们眼前 看见你就丧气 还记得上次我说过 我记住你了吗 还想和小黄桃进货 他是玉婷的男朋友 根本看不上你 也不照着镜子看看自己 你和坎哥是一个阶层的人吗 听到没有 你记住我又能怎样 你在我面前 啥也不是 打一打 这 你崩了吧 连黄公子你也敢打 小屁崽子 敢偷袭我 你完蛋了 我正头一肚子气没吐撒 你来的真是喜好 找起来 我来冲结你无知的人生 果然是没见识的宠惑 坎哥哥可是剑客职业 一剑出百花落 一个无职业者冲上去 和送死有什么区别 小辰 不要冲动 什么 怎么可能 坎哥哥在苏辰面前 竟然毫无还手之力 这是为什么 服了吗 小辰和以前不一样了 他变了 放开黄公子 黄公子背景之后 势力滔天 你这么对他 你想过后果吗 你彻底把我得罪了 现在给我跪下 否则我会动用我家 所有的势力 让你不得好死 这俩孩子是我怀他四年 又七个月生的 你 受功 生活不全 被人冲去了 致脉魂谷 法郡何在 大地攻身 怎么惹到的一则大地 哪怕你是大地又如何 不上青云山之全部青云 出净 所有的仇恨 过来杯就行 放平青云山 你彻底把我得罪了 现在给我跪下 否则我会动用我家 所有的势力 让你不得好死 还敢装逼 你看你左硬 还是我拳头硬 疯了 你真疯了 你还留着干什么 让你直子住手啊 小辰 你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坚定自己的想法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不要像叔叔一样 窝囊了一辈子 到头来后悔都没用 什么 左明昌 你说什么胡话 你也疯了吗 男人就要活出男人的样子 叔叔年轻的时候 也梦想着人足征战 乃何觉醒的是 毫无用处的生活职业 今日我在你身上 看到了我还活着的影子 不要退缩 保持住满腔热血 叔叔挺你 叔叔 这是个动乱的时代 一族入侵 人族需要强大的职业者 人族需要英雄 鲜血和一族的头颅 才是男人最极致的浪漫 战斗双 给我憋嘴 在我印象中 叔叔从来都是唯唯诺诺 没想到今天会说出这些话来 或许他心中作为一个男人的热血 还会完全熄灭吧 小崽子 让我扶你 没门 你有本事就打死我 只要打不死我 你就完了 那我就打死你 你敢 皇少他爸爸可是院长 一根手指头就能拈死你 坎哥别怕 这家伙就是装枪作势 你让他打 我不信他真敢打死你 我扶了 我认错 我彻底扶了 我是王八蛋 之前在失恋中 不该有奇怪神奇害你 我快对我爸爸这么多年的教导 我给我爸爸丢脸了 再有下次我竟不认罪 你怂祸 别再让我见到你 否则见你一次 打尿你一次 皇少 快起来 你跪下干什么 坎哥哥 你没事吧 刚才我的表演怎么样 表演 看来我的演技很厉害 把你们都骗了 这小子是无知业者无疑 他之所以能打败我 肯定吃了禁药 靠着禁药短时间爆发出超强的实力 好汉不吃也千亏 我先假装道歉 等他药效过了 我再弄死他 皇少这么一说就都痛了 这小子大小就一无是处 突然这么厉害 肯定是吃了禁药 为此 我还特意在裤装里尿了一泡 就是这一泡尿 彻底把这小子蒙蔽了 皇少的眼睛闭珍 看成专业 我跟你说大猛哥 星塔播报 啊 是这最星塔的播报 联盟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才会播报 上一次还是在慕容留恋 独自斩杀五星boss时 这次不知道什么事 下面为大家播报 本市三所中等学院 试炼排名 试炼中可没法吃禁药 我倒要看看这小子的排名 至于我 在秘境发生变故前 抢了不少阴心怪人头 排名肯定在前五十名之内 甚至二十名以内也有可能 神家好期待 星塔排名才是展示 职业者真正的实力 看哥哥的排名 肯定比那废物 不知道高多少 第一名 苏晨 这 果然是他 这个苏晨 我爸见过他 听我爸说 是一个异军突起的学员 就因为他一个人 这次我第三学院 才没有超越第二学院 创造学院历史 皇上 这排名会不会出错了 伯母 你这什么话 排名是至尊星塔中的 中央智脑制定的 绝对不会出错 可苏晨这分数 我也没想到苏晨的 积分会这么高 竟然远远甩开了李双岩 众所周知 试炼排名 很大程度上 就是高考排名 到时候 我让我爸介绍着苏晨 给我认识一下 这等天骄 前途无量 以后说不定 就成长为人族的大人物 玉婷 伯母 你们不必这么看着我 我懂 到时候我见到苏晨了 我也给你们引荐一下 不 不用了 不用 他 就是苏晨 什么 有没有可能 这个苏晨只是重名了 对对对 一定是重名了 碰巧那位天骄 也叫苏晨 这事就说得通了 苏晨 终于找到你了 你这次试炼排名第一 我作为第二学院院长 特意代表联盟 给你方方奖励 真的是他 我见着看走眼了 好啊 好啊 我苏家祖宗显灵 哈哈哈哈 杨梅吐气啊 你父亲如果知道 也可以明目了 院长 先回去再说吧 小晨 饭都做好了 留在家里吃饭吧 不用了 我和你们家已经没关系了 你赶紧说句话呀 他是你亲侄子 快把他留下来 是你亲口说和他断绝关系 你还有什么猎人他留下来 看看你的所作所为 就是个恶父 做个人吧 不要再打扰小晨了 这么一个决士天才 竟然让我当废物给赶了出去 人在两空 这比杀了我都难受啊 我真该死啊 苏晨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着急找你吗 肯定不是因为爱情 胡闹 你听好了 这次联盟给你的奖励 是天晴学院的保送名额 你这次啊 创造了我们三院的历史 甚至在河东省内 你都是第一个 被天晴学院保送的 本院长脸上有光啊 就这 没点实在的奖励 给我整套别墅也行 你小子到底懂不懂 天晴学院 作为龙区排名第一学院 保送名额每年不超过三个 这俩孩子是我怀胎四年 又七个月生的 受公子 身不不全 被人 冲去了天脉魂谷 老郡何在 大地攻山 是怎么惹到的一座大地啊 你是大地又如何 不上青云山 只全部青云 出帝 所有的仇恨 过来杯就行 二平青云山 你小子到底懂不懂 天晴学院作为龙区排名第一学院 保送名额每年不超过三个 这是对你极大的认可 而且啊 你以为你现在排名第一 就能考上天晴学院 我告诉你 每年都有一些弱省的省状院 考不上天晴学院 而且有了这个名额 我第二学院今年的高考成绩 也算是稳了 而且慕容留恋就在天晴学院 你也得到了慕容留恋承诺的 无职业技能名额 正好可以找他 没法找了 什么意思 名额被我卖了 啥 你到底懂不懂啊 那可是一份无比珍贵技能啊 无数职业者一生未必能增加一个技能 你竟然把它卖了 就没见过你这么离谱的 系统发布任务 请达成成就 十个小时内 刷满十次 二星副本 又来任务 对别人来说技能十分珍贵 对我来说 只要不断完成系统任务 就可以源源不断获得技能 慕容留恋在天晴学院就是个传奇 未来九星之主肯定有它一心 它能给你的不单单是技能那么简单 更是日后的前途 你到底懂不懂 呃 院长 我有个问题 不知道该不该问 说 天晴学院的保送名额 能卖吗 预客 马上 给我滚兔子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沙拉玛平台的五星杀手都没有做掉那小子 罗绍 我感觉那两名杀手徒有其名 肯定是刷好评了 对对对 那俩水货肯定是刷成的五星好评 我亲自去找那小子 古老的遗迹就要开启了 进入遗迹的钥匙我必须拿回来 少爷 马上人租高考了 天晴学院你势在必得 切勿因小失大 影响了少爷的前途 此事交给老奴去办吧 天叔 你来了 天叔是四星精神大法师 你出马 那自然万无一失 杜哥 我们来了 这次开放了三个魔域 我们去哪个历练 哪个也不去 还去上次的试炼的二星父母 啊 那里面都是二星怪 就凭我们三个是不是太冒险 闲人少 魏碧会在那边 那就叫上他 魏碧会 要不要去一起刷本 不用了 你们去吧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和你们刷本 那就是浪费时间 我现在就去天晴学院找慕容学姐 只要获得了无职业技能 到时候人足高考 我未必会 必定是省状语 这苏辰卖职业技能 只能说太无耻了 他都不知道他错过了什么 这里怎么这么多人 其中一处魔域的入口就在旁边 这些都是要进入魔域试炼 或者试炼完出来修正 他们三个干什么去 魔域在这边 那里不是变异的二星父母吗 好像是星塔火爆中排名第一的苏辰 二星父母 蜘蛛女王的巢学 等级要求二星是三星 人数要求四十人大型组队密境父母 之前进入的时候 怎么没有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都是至尊星塔制定的 用来提醒职业者密境的危险程度 没想到这里变异成为二星父母后 是可以四十人组队进入的大型副本 这也说明了这个副本的危险程度 苏哥 真的不再叫些人一起组队 我有些慌啊 不用了 赶时间 进去 居然真的进去了 我听说苏辰是一个无职业者 真的假的 是真的 我还听说他试炼排名第一有水分 运气好 天降驴兽让他捡了便宜 不管有没有水分 才三人就想通关四十人的二星副本 简直是胡闹 他们大概率出不来了 李雷 释放你的隐藏属性 习惯 苏达 赶这条老命可就交给你了 苏达 快 救命啊 不得不说 李雷的吸怪体质 可比吸怪神剑好用多了 大大提升刷怪效率 接下来 见证奇迹的时刻 一瞬间 几百头二星剑被缠死了 奇迹在复制 外面有冻结 有新鲜的血石头来了吗 这声音 不断 不断 怎么有冻结质的远手 福哥 我再去引怪 继续干 不用了 为什么 通关了 别开玩笑 这才刚进来 整个副本探索都没有百分之一 秘境 蜘蛛女王的潮雪 已经完成通关 是否传送出秘境 竟然 真的通关了 苏晨这三人肯定会死在里面 可惜了 怎么也是上了星塔播报的知名血缘 就算不死 在副本中打上几天几夜都未必能出来 一场闹剧 散了 都散了吧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太年轻了 这种大型二星副本 让我一个四星职业 再带上十个二星 我都没把握 这三个矛头小子 看来用不着我出手了 先打个电话给少爷报喜 田鼠 事情解决了吗 罗少 都解决了 我马上就去为罗少拿钥匙 好啊 不愧是我田鼠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回来我亲自为你庆功 为少爷做事是老奴本分 不愧是我田鼠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回来我亲自为你庆功 为少爷做事是老奴本分 哪能邀功啊 少爷随便赏给老奴个百八十万就行了 不敢拿太多 我伤你个大嘴巴子 看你身后 他们 这 怎么出来了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谁能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原因 难道副本又出变故了 无论什么原因 绝对不可能通关副本 废话 肯定没通关 只要是能这么短时间内通关 我是有直播吃屎 别吵吵了 我知道怎么回事 等我们升入高等学院 通关职业星塔 会获得一枚秘境试炼中断石 这种技能石可以中断试炼 直接传送出副本 原来是这样 这苏晨真是打肿脸充胖子 可惜了如此珍贵的技能中断石 就这么浪费了 这下苏晨该清醒了 知道自己这第一名水分有多大了 恭喜苏晨 李雷 赵子龙三人 通关秘境 蜘蛛女王的巢穴 并打破此秘境通关记录 此次通关记录为 七分二十八秒 什么 通关了 七分钟就通关了 这是不是有些离谱了 简直是离得大谱 就算副本里一只怪都没有 从副本这头 跑到那头 都要半个小时吧 刚才那个大聪明呢 你不说苏晨用了技能石吗 来解释一下 苏晨他们为什么这么快通关了 这 这就触及到知识盲区了 轻轻松松就破纪录了 这通关速度 做火箭都没这么快 鉴于你在秘境中 一花之秀表现 本次冒险等级评价 S级 获得物品 蜘蛛女王的眼泪 又有奖励 只是这次没有展神积分了 副科 展神积分就不要想了 一个副本最多能获得一次 想要获得 必须在第一次进入的副本当中 有极其优秀的表现 我达到一星了 全程打酱油的我 只是溜达了一圈就升级了 这比吃饭喝水还简单呀 我也升到一星了 会比较这傻貌不和我们一起 他都不知道他错过了什么 继续 按照这个速度 刷满十次二星副本的任务 很快就能完成了 少爷 是我疏忽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事情保证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 严叔 你是四星职业者 我相信你的能力 对付这些一星职业者手道亲来 请功久 我先给你准备好 少爷既然如此信任我 请少爷不要关闭头绪 我这次就为少爷直播杀人 又来的 女王没了是吗 你先救我 恭喜苏晨 李雷 赵子龙三人 通关秘境 蜘蛛女王的巢雪 并打破此次秘境通关记录 此次通关记录为六分十八秒 苏晨出来了 再次打破了通关记录 我事由一大吃一煎 这次简直是离离圆上谱 比之前的记录又提高了一分多钟 我不配叫他的名字 我也尊称他一句苏神 好想加入他们呢 不用想了 这种大型副本通关经验极其丰厚 连刷两次经验就满了 这里又没有星塔 无法通过职业试炼升到二星 准二星是极限 再刷下去也没有意义 少爷 这小子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直播猎杀的时刻 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们又进去了 苏神怎么又进去 这操作我看不明白 明明经验已经满了 不可能再增加了 再继续刷本 不是纯粹浪费时间吗 苏神的世界我们不懂 你十字 这次行天之间 运进十字间大碗了 为什么我要保留这该死的记忆 一字字冲伤 为什么我会被囚禁于此 这一切究竟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心的扭曲 把一个二星boss 折磨成这样 我也是第一次见 有些不对劲 按理说秘境中的怪死后 刷新是不保留之前的记忆的 为什么这蜘蛛女王 记得这一切 可能和这个秘境 之前的变异有关吧 结束了 先出去吧 我好恨哪 我要发出绝望的诵咒 以我治魂 治骨 治血 治肉 诵咒这些背后的是座勇者 杀死他 或者立他最借之人 让他有事背负罵命 圣武终于完成了 这次不知道获得什么奖励 有些期待呢 苏哥 看你这反应 不会又升星了吧 我升到四星了 为什么我每次升起 都会头痛欲脸 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明明每次升星后 我的实力没有任何变化 这样下去 升到九星扛得住吗 可惜我们已经达到了 准二星 通过职业星塔的 二星试炼前 无法继续增长经验 要不然 这十次二星副本刷下来 我们升到三星 也不是不可能 恭喜苏主达成成就 十个小时之内 刷买十次二星副本 获得奖励技能 善解人音 你再说一遍 恭喜你 获得技能 善解人音 顾名思义 此技能 可以让你瞬间 随机脱下对方身上的一件音物 并且立刻获得 该音物 是你大眼泪 这什么狗闭技能啊 身上偷别人衣服 有什么用啊 让我做签证高手吧 什么东西 系统提示 你正在遭受来自 蜘蛛女王 绝望诅咒的攻击 绝望诅咒 什么情况 避免了黑暗的气息 好像随时能执人于死地 这就是蜘蛛女王的诅咒 这是什么 系统 为我解除诅咒 抱歉 住不在系统的服务范围之内 你虽然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 我生来就是高贵的王 从来没有被当作 烂民一般见他 现在我已献出 此时的灵魂为代价 向你发起绝望诅咒 下次离你罪迹 或是罪亲之人 凶手战争 无辜鲜血 永世背负骂名 什么诅咒 杀死最近的人 这魔兽果然恶毒 杀人诛心啊 这下难办了 你们俩赶紧走 你我越远越好 苏哥 这 终于不再进去了 这小子竟然连续 刷了十四二星副本 这是堪比少爷的天骄 有着光明的未来呀 但可惜 得罪少爷的下场 只有死 这次不容出意外 五秒钟解决他 让少爷录个视频 彰显我的能力 哎呀 走 你们赶紧走 再晚来不及了 宗臣 我不走 实在不行 你杀了我吧 滚啊 没听到我说话 宗客 我虽然怕死 但三人之中我最没用 要杀就杀我吧 我只求你日后成为九星之主的时候 别忘了我 用复活灵复活我 想走也来不及了 祖宗已经发动 要么杀死你最近最亲的人 要么你自己去死 真是一出好戏呢 小子 我来了 可就杀杀不敢动了 没见过失灭的矛头小子 老子 你来得好啊 来得好 扎死离我最近之人 这是什么 这是 诅咒之力 有啊 这真是多行不义 毕自毕 明明来杀我们的 却替我们死了 死人应该和之前杀我的五星杀手是一会儿 少爷 天老来电话了 这天我 杀个中等学院的学员 竟然用了这么长时间 天叔真该考虑退休了 天叔 东西拿到了吗 大侄子 你想要什么东西 我咔 怎么是你 天叔呢 他的手机怎么在你手上 那老灯被我嘎了 你是谁 为什么要害我 小子 既然被你发现 那本少就直说了 你在试炼秘境中 是不是捡到过一个小盒子 盒子里有一把钥匙 不要叫我小子 你可以叫我叔叔 要是不愿意 叫爸爸也行 找死 我应该变不了你的下场 照你这么说 当初秘形一星突变二星 差点害死全部学员 也是你的原因 哼 那处试炼秘境 曾经是一位空间系强者的道场 本少很早就听上 只是最近才从虚空险现 激活道场 本来就会出现未知的危险 这也是我不亲自进去的原因 而那枚钥匙 也是强者留下来的宝物 可以打开一处神秘遗迹 钥匙一共有五把 另外四把已经被人拿到 我依你这里最后一枚 我必须得到 钥匙在我体内 你怎么办 他都不决全讲了呀 简单 只要烧死你 钥匙就会自动出现 所以现在我们是不死不休 你死我活 你死我活 你这是在向举龙咆哮吗 不说我罗甲 就是本少都能轻松碾死你 都录上了吗 路上 富哥 都录好了 罗甲谋财害命 残害三月学员 可以直接上报星塔联盟 这是重罪 狂八蛋 你故意套我话 你打鸟 叔叔今天比你上一课 罗甲是我们所在龙区有名的家族之一 家族内职业强者众多 是最近百年内新崛起的家族 就算有证据想搬到他们也很难 至少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来杀我 我们陪大侄子漫猫玩 欠死我了 我长这么淡 还从没有这么憋屈过 少爷 要不再杀了吗 这个plus会员 这届杀了吗 活动 新出了一个六星杀神 冲坏员就送 不行 那苏臣把证据放出去 联盟肯定会调查我罗甲 虽然事情肯定能摆平 但暂时不能明目张胆地杀他了 那怎么办 遗迹恐怕在人租高考后就要开启了 到时候拿不到钥匙 就要再等一百年 你去联系 让家族立刻给我办理转学手续 我要在这里参加人租高考 我会在大考试牵手再来的小子 人租高考难免胜亡 就算联盟也不能说什么 这张照片从哪里来的 什么时候拍的 十天前 我在中等学院时的母校 遇到的一只魔兽 本来早就想给师父看 但是你一直不在天晴学院 所以现在才拿给你 这只魔兽呢 被杀了 什么 师父 怎么了 你这么紧张干嘛 这可不是普通的魔兽 如果我没认错 他是让我们人族在原神战场 偷疼了几十年的野神第四子 第四子 我怎么说这种魔兽的气息很特别 原来竟然是野神之子 野神极度计仇 你杀了他第四子 他不会善罢甘休 不过你是我羔羊的徒弟 师父不会让那野神害你 他不是我杀的 不是你 你 野神极度计仇 你杀了他第四子 他不会善罢甘休 不过你是我羔羊的徒弟 师父不会让那野神害你 他不是我杀的 不是你 那能是谁 如果我没看错 是一位中等学院叫苏晨的学员 苏晨 这个名字怎么有效耳熟 前几日 他夺得了河东省迷信试验第一名 并且打破了当年雷神保持的记录 能打破雷神的记录 这小家伙的天赋确实不错 但 他杀了野神第四子 如今人族四面楚歌 面对野神的报复 恐怕 不说野神 就是崇拜野神的野神教 都是一股不小的势力 老婆 外面有人找你 找我 什么人 没问是谁 只是说找你获取无知也技能的 是苏晨 他来了 慕容学姐 我叫卫碧会 我终于见到你了 苏晨呢 苏晨没来 我代替他来了 代替 据我所知 考核第一的是苏晨 获取技能的名额 只有第一名才有 苏晨是获得了第一名 但他不愿意来 把名额卖给我了 名额卖了 苏晨 你的王八蛋 我的名额你也敢卖 你再挑衅我 下次见了 我刀了你 学姐 我 我怎么办呀 你哪来回哪去 我的名额只给第一名 让苏晨自己来 确定 那个叫苏晨的来了 确定 听说他这次试炼考得不错 是来找慕容学姐 获取无职业技能的 如果慕容留恋的男朋友 是高等学院的妖孽 也就罢了 没想到竟然是一个 中等学院的学员 太荒唐了 中等学院的学员 有几个能考上天晴学院 就算考上了 又有几个能 真正成为人族精英 那小子怎么配 狼公仔 苏晨出来了 上 揍他 交给我们 小子 找打 你们干嘛 你们是谁 为什么打我 我歹这么欺负人的 还打我认了 但得告诉我 为什么打我吧 苏晨 到了现在 你心里还没输吗 苏晨 谁他娘的是苏晨 你睁开眼 好好看看 我教会必会 啥 你不是苏晨 狼公子 好像打错了 和照片上 长得不一样 撤 浪费时间 我当初就不该买 这名额 花了这么多钱 啥也没学到 还白挨了一顿打 上哪儿说理去 确定是此人吗 此人大家都认为 是慕容留恋杀了四殿下 根据我们反复观看当时的影像 当时慕容留恋还没有来得及出手 真正杀死四殿下的就是这个苏晨 杀了他大功一件 夜神会赐福于我们 我们将获得真正的超脱 此时情绪 此时天 无视小神仙 不得不说 墓侯一族的酿酒技术 比人族要高一个段位 花儿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去找苏晨 找他干什么 他很快就会被野神盯上 以人族现状 野神想要击杀一个毫无背景的人类 联盟根本无法阻止 别到时候连累到你 去找他算账 千里迢迢跑去找一个中等学院学员算账 不对劲 这不符合小留恋的性格 他什么时候对一个男人这么上心过 这里就是魔狱 我以为魔狱都在荒原大山 没错 事实上魔狱降临的地方大多数人类城市 这里叫做平安县城 曾是一座繁荣富足的小城 后来空间节点出现 一瞬间涌出大量魔兽 整座小城都没逃出几人 魔狱不过轻易出现 一旦出现就是超级灾难 那些魔神就是魔狱的方式 在不断地潜视人独的生死空间 魔狱就是地狱 对于降临魔狱的地方来说 就是世界魔狱 而且消灭魔狱也很难 因为魔狱中的魔兽 可以源源不断从空间节点涌现 除非有人族强者一直坐镇 否则魔狱很难被彻底清除 更何况有些强大的魔狱 有魔王坐镇 人族强者都不是对手 回去吧 刷魔狱现在对我们实力增长不大 魔狱的凄惨状况 无数人葬身此地 甚至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我现在才真正明白人族生存的艰难 动手吗 再等等 最近平安县城内全是高考前历练生兴的学员 附近有不少学院老师坐镇 他们离开这里再动手 谁不行动啊 再等下去 他们就回学院了 上 动手 小心 有人偷袭 独臣 乖乖凶死 又来 老师的 老子这几天被冲击三次 真的我是好欺负 钱送你们胸天 小崽子 当国家家呀 还一拳送我们 逗我呢 这是一个中等学院的学员实力 情报有误 这一拳的威力 恐怕学院院长都打不出来 你们也是罗少派来的 罗少 那算个什么东西 我们是野神教 为伟大的野神服务 你杀了野神第四次 你今日 必将赎罪 竟然是臭名昭著野神教 这些邪教徒一个个都该死 苏哥 杀了他们 可以赚取军功 提供了苏晨的实力 马上通知野神 自己捅自己 这些邪教徒太疯狂了 以我秦成的心 志愿的血 召唤野神尊者 请野神 请听我们的呼啊 我能为野神找到了杀害四界下的对者 请野神向下天成 不好 这是某种邪神的召唤一事 赶紧跑 走 你们一个也走不了 你们一个也走不了 好强大的悲恙 我日子打烟他 这是什么等级的魔术 我要显现 伟大的野神族上 我们找到了杀害四殿下的凶手 就是那个叫苏晨的人来 请野神降下惩罚 什么野神 这可是威胁整个人族生存的强大的存在 甚至九星强者都被他杀死过 苏格 差点杀死我们的蜘蛛女王 在野神面前啥也不是 你杀时候惹到这座魔神了 我他妈的也想知道 野神 你是不是找错人了 小小的人类 我的第四子 一个月前被你杀死 是你条出现在学校里的魔龙 运气这么好吗 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首杀 竟然是一位魔神之子 沃尔 你慢点飞 等等我 师傅 你跟来干什么 我能不来吗 万一野神降临 你不但救不了那小子 作为人族后起之秀 野神肯定会趁机对付你 我又不是去救他 当了他还差不多 你什么性格 师傅还不知道吗 你这个大魔王 表面冷酷高傲 甚至无情 但其实内心比谁都善良 最看不得人族遭难 能救的人 你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那是 是野神的气息 没想到这么快就降临了 麻烦了 野神无法完全降临 也许苏辰还有机会 来不及了 野神纵然无法侵蚀降临 也有一万种方法杀死苏辰 面对野神这种存在 他太渺小了 子龙 有办法逃走吗 野神亲自出手 你们没有任何活着的机会 微微的人类 你们太看得起自己了 你们也配本神亲自出手 本神要降下天城 让整座城市唯一所做的是 构出代价 我要让这里所有的人类 为我的第四子陪葬 这是什么 这是 是空裂缝 也是空间节点 野神要把这里变成魔域 空间节点一旦形成 会有大量的魔兽从中涌出 整座城市就会和之前的平安县城一样 没有办法阻止他 唯一的办法 就是趁着空间节点还未稳固 打破他 但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这几乎不可能 奴家来了呢 是因为魅魔过来了 魅魔都有CG以上的实力 技能更是误解 看来这次降临的魔力 异常强大 都毁灭吧 只有毁灭才有心声 野神终将主宰整个世界 伟大的野神 我将遵循你的意志 战守此地 杀死他们 然后屠路整座城市 这是 师父 是我感觉错了吗 没有错 一直那家伙竟然耗费大代价 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节点 要把这里变成魔域 以我们的速度就算到了 空间节点也已经完全形成 现在都来不及了 我已经向联盟发出求救信息 现在只能尽量多救一些人了 野神的意志不容违背 你们和这里的人类 必须死哦 等你们死后 我再享受你们鲜嫩的肉体 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不允许 你算什么东西呢 说的话没有任何意义 该死的人类 你敢砸我的脸 魅树 花骨的微笑 我要榨干你们 让你们体会世间最痛苦的死法 不要看它 否则就会迷失心致 我的魅树天成 就算不看我 只要听到我的声音 闻到我的气味 也会被我魅惑 只要是男人 就无法抵挡 子龙 咳不住了 咳你了 封嘴 封嘴野神 神仙也救不了你 我先挖了你的仙 献去给野神 死 什么 不可能 作为一个男人 你怎么还能保持星星 不好意思 无可男可女 杀 我死的便据啊 什么 美魔竟然死了 一个中等巡员竟然杀了C级魔兽 我眼瞎了吧 子龙 干得漂亮 好险 这美魔的技能太强了 一瞬间就失去了神志 幸亏有子龙在 这美魔也就是被我偷袭了 否则C级魔兽 至少相当于秘境中的三星boss 根本没有任何胜算 妄死 生处一番的人族也敢反抗 我要处死你们 叶神 我屌你大爷 比比啥 有本人下来打我呀 大胆 你敢亵渎神明 你该死啊 你本身下不来对吧 大胆 你敢亵渎神明 你该死啊 你本身下不来对吧 要不然也不会在这里无能狂好 魔兽一般的东西 人身太过强大 去持火下戒 魔兽已经降临 你们一个也逃不掉 你们会成为万千魔兽口中的食物 最终化成星丑无比的粪便 是魔物双头魔群 你需马上破坏空间节点 否则这座城市上百万人口都完呢 我去阻止 人类一说话 神明就发笑 你一个弱小的两脚兽 拿什么阻止 我 攻坚节点缩小了三分之一 你竟然有这种力量 怪不得可以杀死我的第四子 说了 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阻止它 阻止它破坏空间节点 你累 掩护我 不开 畜生们 全体目光向我看齐 走 看我看我 我想不可事儿 也真是我儿子 最后一计 结束吧 那小子竟然阻止了空间接点降临 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中等学员 这刷新了我的认知 你们小小人类屡次挑衅于我 凭着被世界一直侵蚀 我也要亲手宰了你 给我死 是你羊类 一生这么猛猛 孔子救我 主尘 我没事 孔子救了我 不是童子 是梦龙流炼 他竟然来了 梦龙流炼 我知道你 人族十年来最闪耀的天骄 你能挡住我这一击 确实实力不还 斩 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 杀了你这个人族天骄 未来人族至少少了一个九星强者 神华 黑星坠落 神华天成 汇天灭地 野神无以伦比 让这一切都毁灭 赐予这个世界新生吧 完了 切手关的大招 这根本没法躲 野神 杀我徒弟 问过我了吗 收 高阳 你竟然也来了 高阳 人族的九星强者 不好 什么情况 我被激动了 别动 让我看看 果然如此 你被野神标记了 标记 你被野神打上了特殊印记 野神可以随时锁定你的气息 感知到你所在位置 那不意味着 野神可以随时来杀我 理论上确实可以 但没那么严重 野神虽强 但有世界意志的阻止 它无法亲身降临 就算是投影 也是耗费巨大代价 其次 你只要不去深渊战场等特殊地带 野神对你的感知会很微弱 位置也只是大概范围 有办法去除标记吗 这是落在灵魂里的印记 只有你突破到八星后 灵魂质变 才能自行抹去标记 不过话说回来 野神一般只标记 那些被他极其看中的人族 比如雷神 当年就被他标记过 你小子做了什么 野神要标记你 还能是什么 不就是杀了他儿子吗 这不是原因 野神子嗣众多 他来报仇 只是因为咽不下这口气 未必就真的在乎 他儿子的生死 那是我打碎了空间节点 什么 空间节点碎了 只顾着对付野神 竟然没注意到 此地的空间节点消失了 一个强大的魔狱 还未形成就被拔除了 在联盟历史上 也是极其罕见 真是你做的 这么多人看着呢 那你小子这次功劳不小 你们别顾着香妖 救我呀 我来了 血和荣耀战队到来 赶紧杀局 上 苏格 是联盟的战斗小队 没想到他们来救援了 血和荣耀这只小队名气不小 据说阻止我一次受伤入侵 苏晨 苏格 我怎么感觉慕容学姐 看你的眼神怪怪的 是啊 想要到一个人的眼神 是藏不住的 慕容学姐 好久不见 你不是爱我吗 爱我不敢见我 把名额卖了 学姐 你听我狡辩 我不听 学姐 不能这样啊 光天化日的 你学姐 这是法治救费啊 你看 不要忘却姐 你学姐 这是法治救费啊 你看 不要忘却姐 这也太可怕了吧 好一个英姿撒爽 队长 都解决了 你看什么呢 那学妹表现不错 一个中等学院的学员 刚觉醒不久 竟然有如此战力 很厉害了 队长 既然感觉不错 去追啊 追 你是我们薛河战队的队长 低级魔兽你都能杀 怕什么 是啊队长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喜欢的 你要主动些 外向些 平常你太闷了 都没和女的说过几句话 这 是不是太唐突了 队长 那些妹子都崇拜强者 凭你的身份 你只要主动 百分百能成功 好吧 那今天我就主动一次 学妹你好 认识一下 我是薛河荣耀的队长 陆无前 我想请你吃饭 追求你做我的 女朋友 我掏出来比你大 有地缝吗 我去找个地缝 你装大佬 大叫萌妹 一次的主动 换来了一辈子的那一下 队长自闭了 给我的兔怪吧 我素贞定天丽的一男人 你就想抢佛王 杜哥叫得太惨了 要不要去帮帮他 你敢吗 不敢 慕容学姐可是有着大魔王的称号 甚至能扛住了野神一击 你到底要干什么 别乱来啊 你给我打的什么东西 追踪野神的特殊物品 野神再来找你 你体内的东西 会立刻链接中央智脑 计算出野神的空间轨迹 进而确定 野神到底来自哪里 追踪野神 你要干什么 和你没关系 我只是救用你的身体 这件事你保密即可 那我这次帮了你 之前的事情 是不是一笔勾销了 你想得美 现在你是我 明正言顺的男朋友 明正言顺的男朋友 这是什么操作 这娘们绝对不可能 是看上我了 有阴谋 绝对有阴谋 素哥 你没事啊 我问你们 当慕容留恋的男朋友 有什么后果 学姐现在是全民女神 会被所有的男生嫉妒 以后走夜路要小心点 容易被人用板砖拍后脑勺 那些人足天教都会不服 一个个前来挑战 很快被人打死 你很后果这么严重 不少 你需要不少 这男朋友绝对不能当 素晨 今日之事 你们三个大功一见 星塔联盟 在了解所有事情后 过几日 会去给你们弄功行赏 野神降临是大事情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在联盟通报之前 此事需要保密 学姐 能分手吗 我想分手 别逼我砍你 这女人根本不讲道理 看来就算获得了天津学院的保送名 也绝对不能去 否则和这娘们在一个学校 能天天被她拈 我还是好好参加高考 考其他整间高等学院吧 今天是星塔联盟998年6月24日 人族高考正式拉开回目 今年人族龙区16个分区 共有500万考生参加高考 整个人族高考人数 更是达到5000万 我们朱朱军高考大学 一里成名要助方 未来的强者之路 一片残酷 这一天终于来了 高考过后不管是落榜 还是考上高等学院 接下来 我们都要真正为人族而奋斗了 不知道今年的考课难不难 我现在才刚刚升到一星 这气氛还真有些像前世的高考 星塔出现了 考课马上要开始了 这就是星塔吗 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些日子 我能深切感受到 人族的一切都和星塔息息相关 准确来说 这是至尊星塔的 一千八百座分塔之一 人族高考就是为人族挑选 未来的强者 决定了人族未来的契约 一旦取得耀眼的成绩 立刻会受到联盟的认可和关注 可以说人族高考 是走向强者之路的开始 如今我被野山标记 时刻处于危险之中 没有其他选择 我又不断变强 才能逆转命运 系统发布任务 请达成成就 人族高考中 突破三项历史记录 这次的任务看来有难度 历史记录 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突破的 此次人族高考 共设置三阶段的考核 分别是积分赛 豪泰赛 超级学员对抗赛 每一阶段积分足够 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比赛 超级学员对抗赛是什么 以前可没有这一项考核 不知道啊 我之前看新闻说 这是联盟为那些 在前两轮没有发挥出 真正实力的学员 专门设置的比赛 只有极其优秀的学员 才有资格参加 恐怕要达到省庄园的水准才行 到时候和来自整个龙区 甚至全世界的超级学员们对抗 金卡联盟龙区第十六分区 河东省的学员请做好准备 高考开始 一定要突破积分赛 这样才能有高等学员可以上 我们十六区这种弱区 录取率本来就低 必须在积分赛多积累分数 露露 你为什么不要我了 我们才谈了一个月 为什么和我分手 你实习期没通过 露露 下次见面 你一定要幸福 好不好 露露 你要开心 你要幸福 露露 露露 我不能没有你 没有你 我怎么活啊 露露 露露 我不能没有你 没有你 我怎么活啊 好家伙 又开除一个 赵露这娘们总是坏男朋友 总感觉哪里不正常啊 我们也进去吧 这里就是积分赛的赛场了 看来每个人都是单独考核 积分赛第一轮考核开始 请摧毁战斗炮台 战斗炮台 听说这玩意是由中央制导制造的 在深渊战场对强大的职业车 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我靠 这炮弹还得追踪呢 冲刨路 幸亏带了一个折叠筒 不然刚才就被打中了 我的蓄力一拳打完就尾了 不能浪费去打炮弹 只能躲开 找机会 命中炮台 炮弹能加强火力 这敌关对我太不友好了 石灰来了 血力一拳 陪我 继分赛第一轮考核结束 苏晨 对战斗炮造成伤害0 用时超时 获得积分0 一马 那考核还有时间限制 怎么不早说呀 是我大意了 这种积分赛 肯定在时间和伤害程度上进行平分 既然这样 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玩了 积分赛第一场结束 积分排名马上要出来了 积分排名 为什么没有苏晨的名字 我也很意外 不但前几名没有 连二十名都没有看到苏晨 原型毕露了 我就说苏晨那小子 只是走了大运 碰到了秘境变故 要不然 怎么可能在试炼中 考出比雷神还高的分数 清楚 查询苏晨的分数 什么 零分 笑死我了 这就是你们第二学院的绝世天才 竟然零分 安怀志 这次你们第二学院 铁定要被我第三学院超过了 积分赛第二轮考核开始 请消灭三只蜂魔兽 速度太快了 怪我的叫蜂魔兽 更快 击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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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分赛第二轮考核结束 苏晨 对三只蜂魔兽造成毁灭性伤害 用时五十六秒 获得击分 因为你第二轮考核创造了历史记录 击分中央智脑核算中 系统提示 恭喜你 成就完成三分之一 系统提示 你的其中一头驴 因为杀死妖兽众多 获得成长 属性晋升为 头驴 我的一头驴晋升了 头驴 也就是一万头驴中的领头驴 确实长得有些不一样 但是 有什么用吗 我尼玛 这蠢驴把我吞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 好像是一个巨大的空间 难道 这就是蠢驴晋升后的技能 能当空间戒指使用 出去吧 果然如此 头驴体内的空间 我能自由控制出入 第二轮考核 中央智脑核算完毕 恭喜你创造了历史记录 获得了五十六几分 细分赛第二轮结束了 排名没什么变化 仍然没看到苏晨的名字 这苏晨在搞什么 保送就躺平了吧 这可是全世界所有中统学员大笔 每一个人都在关注 代表了各个学院的领面 两轮都无法上榜 足以说明 苏晨就是须有其名 是个无职业的废物 安怀志 你也别抱什么幻想了 认命吧 相同的剧情再次上演 苏晨又冲上来了 哈哈 遥遥领先 不是 这不科学啊 一场零番 第二场就冲到第一 和这第二场就得了五十六分 这破纪录了吧 破纪录对苏晨不是太正常了吧 遥遥领先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事这么热闹啊 卸途考 没什么事 有个学员考了不错的成绩 大家比较惊讶 五十六分 这就不错了 这就惊讶了 只能说你们十六区是弱区 没什么天才学员 你们见识太少 这种分数在其他强区 连前十都进不了 卸途考 十六区是比较弱 但还有几位天才学员 哈哈哈哈 安院长 你也别不服气 此次考核我通过星塔传颂 巡查各个考区 本都考只是陈述事实 其他考区的天才学员 确实抢你们太多了 还未考完 卸途考别着急下结论 你们哪 年年考试 年年嘴硬 最后的成绩 还不是被其他区打脸打得啪啪响 基本在第三轮讨和开始 请在规定时间内消灭最多的魔兽 这一关看来就是比杀怪数了 既然如此 那我也火力全开 既然如此 那我也火力全开 这一关太暖了 石头怪突得太快 根本来不及杀 累死我了 这怪怎么越打越多 我这开死了 需要我体质 没有苏哥我可怎么活呀 这些石头怪好像没啥指伤 追我的时候 互相踩死了不少 这一关未免太简单了 出怪的速度根本不够我这些驴杀的 现在只能把传送门围住 出来一个杀一个 积分赛第三轮考核结束 苏晨在五分钟内杀死一百只熔岩魔兽 打破历史记录 获得积分五十分 系统提示 恭喜你成就完成三分之二 在你们这里待着没太大意义 第三轮的成绩快出了 我去看看其他去的积分赛 我看错了吗 苏晨一百零六分 十六区有学员积分过百了 哈哈哈哈 遥遥领先 系统考你没看错 这脸打得啪啪响啊 虽然苏晨没让我第三学院再次超越第二学院 但至少现在爽了 不会被狗眼看人爹 星堂 查询积分赛最高分 积分赛积分最高 第一时孤寒烟 积分一百一十分 另外此次积分赛高于一百分的学员有二十五人 看到了吧 你们也不要骄傲 积分赛第一名是一百一十分 高于一百分的学员有二十五人 比苏晨积分高的学员还有不少 我们没骄傲 已经很谦虚了 谦虚什么意思 因为苏晨这一百零六积分只是两轮的分数 第一轮他没考 什么 这怎么可能 遥遥领先 两轮一百零六积分 除非两轮都破了历史记录才能达到 这是哪里出错了吧 你认为独考 兼考整个龙区 初没出错你不清楚吗 本本独考看走眼了 你想到最弱的十六区出了一个天才 不过接下来的淘汰赛 才是展现学员自身实力的真正环节 而且淘汰赛是两区同一个赛场 希望你们十六区好运 别和那些强区分在一起 呸 这狗逼都考终于走了 这家伙百明可看不起我们十六区 唉 没办法 谁让我们十六区二十年前 遭受过异常重大的变故 导致人才凋零现在还没恢复过来 哼 那别让遥遥领险继续打他脸 大怀志 你也别这么自信 按照淘汰赛的规则 学员之间可以互相抢夺对方积分 苏晨在这一关恐怕不好过 淘汰赛中学员们只想了苏晨如此高的分数 又知道他是无职业者 恐怕会针对他 可你明说吧 为了超过第二学院 我命令第三学院的所有学员 只要遇到那苏晨就一起阻击他 啊 王林 你他娘子是真狗啊 这么做值得吗 淘汰赛又不是只有我们三所学院 还有其他区的学员一同参加 值得 我不管其他学院 超过第二学院是我皇林必胜的梦想 即刻前往淘汰赛战场 淘汰赛为大逃杀模式 每人拥有一枚积分牌 显示当前积分 并且可以查看其他学员积分 击碎其他学员的积分牌 可以获得对方积分 淘汰赛的意思 原来是学员之间互相淘汰 这可比和妖兽战斗有意思多了 请所有学员注意 淘汰赛十六区和五区分在同一战场 所有学员传送完毕 特别提示 淘汰赛不可故意伤人尽命 竟然还有其他区的学员 先四处看看 看看能不能找到子龙和力雷 我没听错吧 第五区 第五区属于第一梯队的强区啊 往年都是实力差不多的区分在一起 今年怎么绷到第五区了 会不会苏晨的原因 这家伙表现太亮眼 导致中央智脑误判 才把我们和第五区分在一起 应该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安怀志 真被你们第二学员那个苏晨害死了 第五区的整体实力远远高于我们 这一次十六区的成绩恐怕又要垫底了 十六区的学员挺能藏啊 半天了一个都没找到 不急 淘汰赛时间足够 这次我们第五区撞大运了 和最弱的十六区分在一起 多刷点分 我感觉我这次能上一等高等学院了 看那边 有个十六区的学员 这就是行走的积分啊 快把他拦住 前面有人 看穿着应该是第五区的学员 站住 积分卡交出来 我要是不交你 不交你 试试 巨人画 这种职业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让我看看 这小子有多少积分 一百零六分 发财了 发财了 比我们积分还高 交出积分卡 你顶多是被淘汰 不交 我是会丢命 这头旅行啊 知道自己和敌人战斗了 去吧 撑死他们 我来对付他 我来闪盾战士 正面进攻 谁也无法破我的盾牌防御 我来闪盾战士 正面进攻 谁也无法破我的盾牌防御 那就从后面进攻 专提你后脑勺 大意了 这召唤师竟然有两头召唤兽 野蛮冲撞 吞进去了 哦 原来这才是投驴体内空间的正确用法 检测到专属空间中 有生命能量被吞噬 是否转化成纯粹能量 能量将被整个驴群吸收 不要转化 好家伙 星塔特别提示 淘汰赛不可故意伤人性命 这又是转化成能量 那个大家伙估计连扎都剩不下 消失了 你到底是什么职业 召唤师还是空间法师 哼 我是个挂逼 接下来 打碎积分牌就可以获得积分了 淘汰十六区两名学员 一共获得三十二积分 第五区这么弱 两人加起来才三十二分 可恶 我不甘心就这么被淘汰了 苏晨 你别得意 我们第五区有变态级别的妖孽羊把势 十六区一个也别想跑 你早晚也会被淘汰 淘汰赛终于来了 撇了这么久 难受你的杀势可到吗 小心 有人妥协 这是什么怪我 积分牌自己拿出来 你 你竟然是邪恶之言 祖晨 等着我 我不会给你打碎积分牌的机会 亲手杀了你 敢拿我的东西 必须让你付出代价 大师 淘汰赛开始很久了 还不行动吗 先让他们积累一些积分 我最后去收割 对了 你通知第五区的所有学员 先把十六区的学员全部淘汰掉 十六区再互相淘汰 这样才更有效率 好 我这就通知所有人 能幸运地和十六区分在一起 这一次龙区最高积分 肯定是我杨把士的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自己主动交出积分牌 李明香 不要跟着我 分开跑 洛洛 我不会和你分开打 我们已经分手 没关系了 你不要连累我 洛洛 你放心 我会保护你 你跑不掉 冬型术 可恶 这五个第五区的学员 有两个幻影战士速度极快 根本不给我释放强大法术的机会 是赵洛和李明香 他们在被第五区的学员追杀 拦住他们 刚才杨把士通知所有人 先淘汰十六区的学员 十六区的弱鸡们 你们无路可逃了 走不掉了 前后路都被第五区的学员堵住了 苏晨 我们一起掩护露露 护送她冲出去 李明香 你有大病吧 我凭什么掩护她 苏晨 这是你重新获得露露好感的机会 我希望你把握住 我算是看明白 你这不是一般的天狗 你进化了 孩子生下了你跟孩子性的那种顶级天狗 苏晨 别演示了 我知道你在说气话 你根本忘不掉我 啥人 你现在这么做 不过是为了再次引起我的注意 苏晨 我承认让你得逞了 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 你 你这女人疯了吧 嘴硬没用 以前你对我言听计从 无条件付出 我比你更了解你 不用再装了 完了 这蠢货下入自嗨了 你的名字我记下了 你重新拥有追求我的机会 现在你和李灵霄帮我拖延时间 我要释放强大的法术 对付那些帝武区的学员 我懒得理不 尚 你的法师要发动技能了 我给他机会 苏晨 你回来 我数到三 圆主以前傻眼光啊 看上这种一人 苏晨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否则我真的生气了 你再也没有机会靠近我 露露 这苏晨看来是铁了心的要离开 太不时抬举了 哼 到底哪里出错了 苏晨以前明明是最恬我的 不过 他这样冲出去也是死路一条 第五区的学员不会放过他 小子 你要是这么走了 岂不是显着我这个幻影战士很无能 躲进 加速 你这召唤兽的速度确实够快 但你太不了解幻影战士了 这可是战士职业中最快的 Yes 交出积分牌 提同投入 什么 苏晨竟然成功躲开了幻影战士的追杀 交出积分牌 不然别怪我们失手杀了你们 露露 这次恐怕要被淘汰了 不会的 我长路不会被淘汰 我的目标是天晴学院 露露 你还有办法 李明霄 你愿意为我奉献你自己吗 露露 说实话 刚见到你的时候 我只想占有你 但现在我发现 我无法抑制的被你吸引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杀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能了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能了 什么东西 露露露 这是第三学院的天交十号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什么情况 这赵露怎么把一个死人召唤出来了 亡灵法师 你难道是邪恶之夜 亡灵法师 李明霄 接下来该你了 露露 你也想把我变成亡灵吗 不 你纵然变成亡灵还是太弱了 远远比不上十号这种天交 那我要做什么 一品之书 展露你的真正面目吧 这是 命运之书 难道是传说中法师的专属武器 命运之书 这种专武可以极大提高职业者的能力和天赋 可遇不可求 露露 你根本不是普通的法师 你被破坏的命运 还剩余的价值就是 加速燃烧剩余的生命 啊 这是什么力量 我感觉我现在可以吹爆任何职业 是 以这亡灵而已 拦不住我们 去吧 你何时好为我抵挡两分钟 从现在起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 燃烧不息的烟火 以我之名呼唤你们前来 成为我主宰命运的力气 粉碎所有阻挡我的人 这法师在训斩什么技能 管他呢 强行突破 打断他的施法 有我在 谁也不许打断露露的施法 三秒就须得快枪手 你算个掉毛 这 快枪手不是打子弹吗 为什么打出了炮弹 哈哈哈哈 好强大的力量 我的职业被露露加强了十倍不止 现在 都给我较量来 银结在我手中的炎之分子啊 随着我自由之意的弧度 画出一道完美的红扇形吧 遮蔽天幕 粉属大地 闪开 我 赵鹿 就是你们此刻的王 好强大的力量 不对劲儿 确实比一般异形法师要厉害太多了 泰云唱了这么久 就只是这一击吗 确实这一局 你们看天上 这是 这是什么技能 是火星金兆 天呐 一个异形法师 怎么可能施展金兆 快跑 快跑 金兆不是只有高阶法师才能施展的吗 看他身上的气息 恐怕不是单纯的法师 那很可能是某种邪恶之夜 住手 这样大威力的金兆 会杀死很多来不及躲遍的学员 你这样一定会被联盟惩罚的 谁在乎你们的生死呢 联盟更看重的是实力 我只要展现足够的实力 便可为所欲为 太恐怖了 我退出 我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不考了 淘太指令区十一运区一共获得二百一十几分 哼 我要把整座考场以为平地 一次性淘汰所有血液 此次考核之后 我赵禄之名 响彻整个龙区 整个联盟 天上的火流星是怎么回事 是淘汰在设置的环节吗 之前没听说呀 快 快走进步躲开 紧促岛有超强金州爆发 三分钟内到达 金州 什么情况 赵禄之娘们直接开大了 隐藏够深的 这种威脸的信仗 恐怕无人能阻挡 苏晨 你已上了命运之书 回到我身边 继续做我的田狗 这是你的荣幸 也是你不可改变的命运 哼 做田狗不可能 做你爸爸可以考虑一下 那去死吧 这 我可不怪你 冲过去 哈哈 苏晨这蠢货 这也是信仗 你能冲过来 我跟你姓 混了 什么呀这是 成功了 干得漂亮火箭 混了 剑褥都被吞了 这怎么可能 叫 翻他的剑褥 怎么 翻住他 封城 就凭你 也配合我较量 我开始你吞得快 还是我的竞咒爆发的快 什么 你竟然打断了我的竞咒 你一个我曾经的田狗 竟然让我感觉到了危险 你知不知道 你破坏了我一战成名的计划 一战成名 杀死无数学员为代价了 我看你已经迷人是疯了 我赵洛 我是你神 送你归信 你竟然有这种力量 祖臣 你根本不是什么废物 藏得够深的 男人 女人 彼此彼此 你根本不是什么法师 你到底是什么职业 入手 不许伤害露露 我的手 露露 怎么回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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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